论语 学而第一 子曰 学而实习之 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运 不亦君子乎 孔子说 学了做人处事的道理 并在适当的时机 印证练习 不也喜悦吗 朋友自远方来 不也快乐吗 别人不了解你 而你并不生气 不也是有君子的风度吗 游子曰 其为人也孝涕 而好犯上者 嫌疑 不好犯上 而好作乱者 为之有也 君子物本 本利而道生 孝辟也者 其为人之本于 游子说 懂得孝敬父母 尊敬师长 却喜欢冒犯上司的人 是很少有的 不喜欢冒犯上司 却好作乱的 那是不曾有过的 做人要从根本上做起 根本稳固了 人生正途就会随之展开 孝敬父母和尊敬师长 就是做人的根本啊 子曰 巧言吝啬 显以人 孔子说 花言巧语 满脸堆笑的人 很少有真心诚意的 曾子曰 无日三省无声 为人蒙而不忠呼 与朋友交而不信呼 传不习呼 曾子说 我每天都要多次 省察自己 为人办事没有尽心力吗 与朋友往来没有守信吗 传授道理没有印证练习吗 子曰 祷千圣之国 尽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实 孔子说 治理诸侯之国 要尽忠职守与令出必行 节省之初 爱护群众 在适当的时机 征用百姓胡劳役 子曰 弟子入则孝 出则体 谨而信 犯爱众而亲人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孔子说 青少年在家要孝顺父母 出外要敬重兄长 严行谨慎诚信 广施爱心 并亲近有善行的人 努力做好这些事 再去钻研书本上的知识 子曰曰 贤贤益色 是父母能结其力 是君能治其身 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 虽曰未学 不必为之学矣 子夏说 对待妻子 重视品德 忽视容貌 侍奉父母 要竭尽心力 为君主服务 要能奋不顾身 与朋友交往 要信守承诺 这样的人 即使自称没有学习过 我也一定说 他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子曰 君子不重 则不微 学则不顾 主忠信 无有不如 集者 过则物但改 孔子说 君子不庄重 就没有威严 多方学习 就不会顾漏 一切要以忠信 为原则 不要结交志趣 不相投的朋友 有过错 不要怕改正 曾子曰 圣中追远 得归后矣 曾子说 丧礼能慎重 祭祀能虔诚 社会风气 就会趋于醇厚了 子晴问于子贡曰 夫子至于世邦也 必闻其正 求之于 亦语之于 子晴问子贡 老师每到一个国家 一定会听到该国的正情 这是他自己去找的 还是别人主动给他的 子贡替 子贡曰 子贡曰 夫子温 良 公 简 让 以得之 夫子之求之也 其诅 亦乎人之 求之于 子贡说 老师为人 温和 善良 恭敬 自制 谦让 是靠这样的品德 得来的机会 老师获得的方法 与别人获得的方法 是大不相同的 子曰 父在 观其至 父莫 观其行 三年无改于 父之道 可谓 孝矣 孔子说 观察一个人 要看他在父亲 活着的时候 选择什么志向 父亲过世后 表现什么行为 如果他能够 三年内 不改变父亲 为人处事的作风 就可算是 孝顺了 游子曰 理之用 何为贵 先王之道 思为美 小大 由之 由所不行 知何 而合 不以理 结之 亦不可 行也 游子说 理的运用 以形成 和谐 作为可贵 古代帝王 治国 就以这点 作为完美 无论 大小事 都要依循 理的规定 遇到 行不通的地方 如果 只知为了 和谐 而求和谐 没有以理 来结智 的话 还是成不了事的 游子曰 信尽于义 言可负也 恭尽于理 愿齿入也 因不失其亲 亦可踪也 游子说 与人承诺 尽量符合道义 说的话 才能实践 待人千功 尽量合乎礼节 才能远离耻辱 施恩于人 不失去原有的爱心 也就值得尊敬了 此曰 君子 食无求保 居无求安 敏于事 而甚于言 就有道 而正焉 可谓 好学 也已 孔子说 君子饮食 不求满足 居住 不求安事 做事勤快 言谈谨慎 主动向 至行高尚的人 请教指正 这样 就可以称得上 是好学的人了 子贡曰 贫而无产 富而无骄 何如 子曰 可也 未若贫而乐道 富而好理 则也 子贡说 贫穷而不谄媚 富有而不骄傲 这样如何 孔子说 还可以 但是比不上 贫穷而乐于行道 富有而崇尚礼仪的人 子贡曰 诗云如切如戳 如镯如磨 其思之谓语 子曰 次也 时可与言诗 以语 告诸往而知来者 子贡说 诗经上说 就像修整骨脚与玉石 要不断切磨 要不断切磋琢磨 这是您所说的意思吧 孔子说 子贡啊 现在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 告诉你过往一件事 你可以领悟未来其他的事 子曰 不换人之不己之 患不知人也 孔子说 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 只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 为证第二 子曰 为证以德 譬如北城 居其所而众心拱之 孔子说 以德信来治理国家 就像北极星一样 安坐在他的位置上 其他星辰就会环绕着他散步 子曰 诗三百 一言以弊之 曰 思无邪 孔子说 诗经三百篇 用一句话可以概括 就是出于真情 子曰 导之以正 其之以行 明免而无耻 导之以德 其之以理 由此且格 孔子说 以正令来管理 以刑法来约束 百姓虽不敢犯罪 但不以犯罪为耻 以道德来引导 以理法来约束 百姓之道 百姓之道羞耻 还能走上正途 子曰 子曰 五十有五而置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 不于举 孔子替 我十五岁立志于学习 三十岁可以立身处事 四十岁可以免于迷惑 五十岁可以领悟天命 六十岁可以顺从天命 七十岁可以随心所欲 不于悦规矩 孟义子问笑 子曰 无为 凡持欲 子告之曰 孟孙问笑于我 我对曰 无为 孟义子请教 什么是笑 孔子说 不要违背理智 凡持驾车时 孔子告诉他 孟孙问我 什么是笑 我回答他 不要违背理智 凡持曰 何谓也 子曰 生 世之以理 死 葬之以理 祭之以理 凡持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说 父母活着的时候 以理智来侍奉他们 过世的时候 以理智来安葬他们 祭祀他们 孟五伯问笑 子曰 父母为其疾之忧 孟五伯请教 什么是笑 孔子说 让父母只为子女的疾病担忧 子游问笑 子曰 今之笑者 是为能养 至于全马 皆能有养 不尽 何以别乎 子游请教 什么是笑 孔子说 现在所谓的孝顺 是只能侍奉父母 至于像狗和马 也都能服侍人 如果少了尊敬 那这两者又有什么差别呢 子下问笑 子曰 色难 有是弟子 福其劳 有九四 先生传 曾是以为笑呼 子下请教 什么是笑 孔子说 子女保持和颜悦色很难 有事情要办时 子女代劳 有韭菜食物时 长辈享用 这样就可以算是笑了吗 子曰 无与回 颜中日 不为 如鱼 退而醒其思 亦足以发 回也 不予 孔子说 我整天和回谈话 他从不反驳 像是愚笨的人 离开后观察 他的私下言行 发现他也能发挥 不少所学心的 回啊 他并不笨 子曰 是其所以 观其所由 察其所安 人焉搜哉 人焉搜哉 孔子说 看清楚 他正在做的事 是了解 他过去的作为 观察 他的行为动机 这样人 还能如何 隐藏呢 这样人 还能如何 隐藏呢 子替我 温固而知心 可以为师 以 孔子说 温习已学的知识 从其中领悟 心的道理 这样才可以担任老师 子曰 君子不弃 孔子说 君子不设限 不要成为一个有特定用途的器具 子贡问君子 子曰 先行其言 而后从之 子贡请教 怎么样才是君子 孔子说 先实践将要说的话 做到后再说出来 子曰 君子 周而不避 小人 避 而不周 孔子说 君子开诚不公 而不结党淫私 小人结党淫私 而不开诚不公 子曰 学而不思 则往 思而不学 则待 孔子说 学习而不思考 就会毫无领悟 思考而不学习 就会迷惑不安 孔子曰 公乎异端 思害也已 孔子说 批判不同立场的言论 难免带来祸害 孔子曰 游 我来教你怎么求知 知道就是知道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这才是求知的态度 子章学甘露 子曰 多文缺疑 圣言其余 则寡游 多见缺带 圣行其余 则寡悔 言寡游 行寡悔 录在其中已 子章 请教如何获得 观止与俸禄 孔子说 多听 有疑惑的先搁置 谨慎说 自己有把握的 这样就能减少 别人的责怪 多看 有不妥的先搁置 谨慎做自己 有把握的事 就能减少后悔 说话很少被责怪 做事很少会后悔 观止和俸禄 自然不会有问题 埃公问曰 何为择民服 孔子对曰 举直 促诸往 择民服 举往 促诸直 择民不服 埃公问 要怎么做 才能使百姓顺服 孔子说 提拔正直的人 位于偏区者之上 百姓就会顺服 提拔偏区的人 位于正直者之上 百姓就会不服 季康子问 使民静忠以劝 如之和 子曰 灵之以庄则静 孝慈则忠 举善而交不能 则劝 季康子问 要使百姓尊敬 孝忠与正做 应该怎么做 孔子说 以庄严态度 面对百姓 就能得到尊敬 以孝慈之心 对待百姓 他们就会忠心 提拔好人 教导能力不足的人 他们就会振作 我为孔子曰 子曦不为正 子曰 书云 孝乎为孝 有于兄弟 失于有正 失以为正 西齐未为正 有人问孔子 先生为何不重正 孔子说 书军上说 重要的是孝顺父母 有爱兄弟 以此影响当政者 这就是参与政治了 不然 什么才算参与政治呢 子曰 人而无姓 不知其何也 大车无泥 小车无月 其何以行之灾 孔子说 一个人说话没有信用 真不知道他怎么与人交往 就像大车没有连接横幕的你 小车没有连接横幕的月 怎么拉着走呢 子章问 时事可知也 子曰 因因于下里 所损义可知也 周因于因里 所损义可知也 其或计周者 虽百事可知也 子章问 未来时代的制度 现在可以知道吗 孔子说 因朝延习下朝的理智 改动了多少 可以知道 周朝延习 因朝的理智 改动了多少 也可以知道 以后的朝代 继承周朝 即使经过百事 同样也可以知道 他的理智 子曰 悲起鬼 悲起鬼而记之 禅也 建议不为 无永也 孔子说 不是自己应该 祭祀的 先人或鬼神 而去祭祀的是 谄媚 看到该做的事 而不采取行动 是懦弱 八义第三 孔子为祭祀 八义五 于庭 事可人也 孔子评论 祭祀在 江庙庭前 举行天子 所专详的八义五 说 这可以容忍 还有什么事 不能容忍的 三家者 以庸彻 子曰 尚为毕宫 天子 木木 吸取于 三家之堂 鲁国三家 大夫在 祭祖时 冒用天子之礼 唱雍诗 彻除祭品 孔子说 雍诗中礼 祝祭的是诸侯 天子 庄严肃穆的祝祭 这两句 在三家的庙堂上 怎么用得上呢 子曰 人而不人 如礼合 人而不人 如月合 孔子说 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意 能用礼做什么 一个人没有真诚的心意 能用月做什么 林放问礼之本 子曰 大哉问 礼 与其奢也 宁简 丧 与其意也 宁漆 林放 请教礼的根本道理 孔子说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大 一般的礼 与其奢侈 不如简约 丧事 与其仪式周全 不如心中哀戚 此曰 以敌之有君 不如诸夏之无也 孔子说 以敌还知道有君主 不像周朝诸国 连君主都没有了 既是旅于泰山 子曰 然有曰 辱福能就余 对曰 不能 子曰 呜呼 曾谓泰山 不如临放呼 既是将去祭祀泰山 孔子对然有说 你不能阻止他吗 然有说 不能 孔子说 呜呼 难道你们认为泰山之神 不像临放一样 懂得理吗 子曰 君子无所争 必也设乎 依让而生 夏而隐 其争也君子 孔子说 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 如果要争的话 就比赛射箭吧 上下台阶与饮酒 都拱手行礼 互相谦让 这样的竞争 也是有君子风度的 此下问曰 此下问曰 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素以为炫兮 何谓也 此曰 惠世厚素 此下曰 礼厚乎 此曰 其余者商也 时刻语言 诗以语 此下请教说 笑眯眯的模样 真好看 黑白分明的眼睛 真漂亮 白色的衣服 就已经光彩夺目了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 绘画时 最后才上白色 此下说 那么 礼是后来才有的吗 孔子说 能够启发我的 是商啊 现在可以与你谈诗了 子曰 下礼无能言之 岂不足争也 因礼无能言之 颂不足争也 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无能争之以 孔子说 下朝的礼智我能敬述 他的后代 启国没办法证实 商朝的礼智我能敬述 他的后代 宋国无法证实 这都是文献不足的缘故 如果文献足够 我就能证实了 孔子替 孔子说 孔子说 举行地际的际组礼仪 从现于这一步之后 我就不想再看下去了 或问地之说 子曰 不知也 知其说者 知于天下也 其如是诸 似乎 指其掌 有人请问地际的理论 孔子说 我不知道啊 知道 这理论的人 如果要治理天下 就好像看着这里吧 他指自己的手掌 记如在 记神如神在 子曰 无不与记如不记 祭祀时 有如受记者 真的灵在 记鬼神时 有如鬼神 真的灵在 孔子说 我不赞同那种祭祀时 有如不记事的态度 王孙古问曰 与其媚于傲 您媚于造 何谓也 子曰 不然 获罪于天 无所导也 王孙古请教 与其讨好尊贵的傲神 不如讨好当令的造神 这句是什么意思 孔子说 不是这样的 一个人得罪了天 就没有地方可以祈祷了 子曰 周坚于二代 玉玉忽闻灾 无从周 孔子说 周里参着了 下阴两朝的礼法 真是丰富多彩啊 我遵从周礼 我遵从周礼 子入太庙 美事问 或曰 赎为周人之子 知礼乎 入太庙 美事问 子文之曰 事礼也 孔子 孔子 孔子进周公庙 对每样礼器 与摆设 都要发问 有人说 谁说这位 周易的年轻人 懂得礼呢 他在周公庙里 什么都要问 孔子听到后说 问清楚行礼的细节 这就是礼啊 子曰 摄不主皮 为力不同科 古之道也 孔子说 摄剑不只为了摄中剑吧 征用劳役 不能只用单一的标准 这些是古代的作风 子共欲去 故朔之夕阳 子曰 四也 耳爱其羊 我爱其礼 子共想要废除 顾朔之礼 所供的活羊 孔子说 子共啊 你舍不得那只羊 我舍不得那种礼 子曰 弑君尽礼 人以为禅也 孔子说 服侍君主 完全遵照礼智 别人却以为 他是在谄媚讨好 孔子尽忠指手来服侍君主 子曰 官居 乐而不赢 哀而不伤 孔子说 官居 这几首诗的演奏 快乐而不至于沉溺 悲哀而不至于伤痛 哀公问 哀公问舍于 宅我 宅我对曰 下后事已松 因人已搏 周人已立 曰 使民战利 子文之曰 成事不说 遂事不见 既往不救 哀公问 宅我舍主用墓的事 宅我回答 下朝用松墓 因朝用伯墓 周朝用立墓 意思是说 要使百姓紧张站立 孔子听到后说 已成的事不能再解释 过去的事不能再劝阻 从前种种也不能再追究了 子曰 管众之气小灾 或曰 管众减乎 曰 管事有三规 官事不设 焉得减 然则 管事之理乎 孔子说 管众的见识与度量太小了 有人问 管众解减吗 孔子说 管事有三处公管 手下人员不用兼职工作 怎么算得上节减 怎么算得上节减呢 那么管众懂得理吗 曰 方军数色门 管事亦数色门 方军为两军之好 有反殿 管事亦有反殿 管事而知理 孔子说 国军在宫殿大门内设平墙 管事的公管也设平墙 国军为了宴请有帮贵宾 设有放置酒杯的土台 管众也设了这样的土台 管众这种作为 如果是知理 那还有谁是不知理呢 孔子告诉鲁国大乐观 有关音乐的原理说 音乐是可以了解的 开始的时候众音陆续加入 显得活泼热烈 随后乐音和谐单纯 节奏清晰明亮 旋律连绵反复 然后一曲告终 一封人请见 曰 君子之之于思也 无畏常不得见也 纵者见之 出曰 二三子何患于丧乎 天下之无道也久已 天将以夫子为目夺 首宜城的封疆官员 请求见孔子 他说 君子来到了这里 我从来没有不与他相见的 随行的学生 安排了他们见面 他出来后说 你们这些人 为什么担心失去官位呢 天下没有正道 已经够久了 天将会以你们的老师 作为教化百姓的目夺 自为勺 敬美以 又敬善也 为武 敬美以 为敬善也 孔子 孔子 孔子评论 评论 孔子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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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人 李人唯美 则不处人 焉得智 孔子说 居住在民风醇厚的地方 是最理想的 一个人选择住处 而错过了民风醇厚的地方 怎么算得上明智呢 死约 不仁者 不可以久处约 不可以常处乐 仁者安人 智者利人 孔子说 不行人的人 没办法持久处在困境中 也没办法长期处在顺境中 行人的人 是自然而然走上人生正途 明智的人 是了解人生正途的重要 而做此选择 子曰 为人者 能好人 能误人 孔子说 只有行人的人 能够做到喜爱好人 厌恶坏人 子曰 苟之于人 以 无恶也 孔子说 只要立志行人 就不会为非作歹了 子曰 富与贵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德之 不除也 贫与贱 是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德之 不去也 孔子说 富有和尊贵 是人人都想要的 如果不以正当的图境 加于君子身上 他是不会接受的 贫穷和卑微 是人人所厌恶的 如果不以正当的图境 加于君子身上 他也是不会逃避的 君子去人 乌乎成名 君子无忠实之间为人 造次必于事 颠沛必于事 君子如果离开了人生正途 凭什么成就他的名声 君子不会有片刻的时间 脱离人生正途 在匆忙急迫时如此 在危险困顿时 也是如此 子曰 我未见好人者 物不人者 好人者 无以上知 物不人者 其为人已 不使不人者 加乎其身 孔子说 我没见过爱好完美人格的人 与厌恶不完美人格的人 爱好完美人格的人 已经达到最好的极限 厌恶不完美人格的人 他追求完美的方法 是不是偏邪的行为 出现在自己身上 有能一日用其力 于人已呼 我未见力不足者 盖有之矣 我未知见也 有人能在某一段时间 致力于培养完美人格的吗 真有心这么做 我不曾见过力量不够的 或许真有力量不够的 只是我没见过罢了 子曰 人之过也 各于其党 观过 思之人矣 孔子说 人所犯的过错 各其性格类别的不同 观察一个人的过错 就知道他的人生正途何在 子曰 昭文道 细死可以 孔子说 早晨理解了人生的价值 就算当晚要死也值得 孔子曰 事之于道 而此恶依恶实者 为足以义也 孔子说 读书人立志追求人生理想 却以粗略的衣服 和粗糙的食物为可耻 那就不值得与他谈论什么道理了 孔子替 孔子说 君子之于天下也 无敌也 无墨也 义之于弊 孔子说 君子立身处事于天下 无所排拒也无所贪慕 完全与道义并肩而行 孔子曰 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 君子怀行 小人怀慧 孔子说 君子关心的是德行 小人关心的是产业 君子在乎的是规范 小人在乎的是利润 孔子曰 仿于利而行 多怨 孔子说 做人处事完全以利益考量 就会招致许多怨恨 子曰 能以礼让为国乎 何有 不能以礼让为国 如礼何 孔子说 能以礼貌谦让治国 治理国家有什么难 不能以礼貌谦让治理国家 又能用礼做什么呢 子曰 不患无畏 患所以利 不患莫己知 求畏可知也 孔子说 不担心没有官位 要担心凭什么立身吐事 不担心没人了解自己 要设法使自己值得让别人了解 子曰 孙乎 无道亦以贯之 曾子曰 为 子初 门人问曰 何谓也 曾子曰 夫子之道 中数而一亿 孔子说 孙啊 我的人生观是由一个中心思想贯穿起来的 曾子说 的确如此 孔子出去后 其他学生问 老师指的是什么呢 老师指的是什么呢 曾子说 老师的人生观只是中与数罢了 子曰 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利 孔子说 君子通晓的是道义 小人通晓的是利益 子曰 见闲思其烟 见不闲而内自行也 孔子说 见到德行卓越的人 就要想怎么努力像他一样 见到德行欠缺的人 就要反省自己是否犯相同的毛病 子曰 是父母姬贱 贱贱不从 又敬不为 劳而不愿 孔子说 服侍父母时 发现父母将有什么过错 要委婉相劝 自己的心意没有被接受 仍然恭敬尊重 不触犯他们 内心担忧 但不抱怨 子曰 父母在 不远游 游必有方 孔子说 父母在世时 子女不出远门 如果出远门 就必须有一定的去处 子曰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 可谓可谓笑语 孔子说 如果能够三年内不改变父亲为人处事的作风 就可以称得上孝顺了 子曰 父母之年 不可不知也 一则一则以喜 一则以惧 孔子说 父母的年龄 做子女的不能不记得 一方面为他们想高寿而欢喜 一方面因他们日渐年迈而忧虑 孔子曰 古者言之不出 此功之不代也 孔子说 古人说话不轻易出口 是怕自己说得到做不到 孔子曰 以曰失之者 嫌疑 孔子说 因为自我曰恕而在做人处事上有失误 那是很少有的 孔子曰 君子欲乐于言而敏于行 孔子说 君子要在言语上谨慎迟钝 在行动上敏捷有效 孔子曰 德不孤必有灵 孔子说 德行是不会孤单的 他必定会得到人们的亲近与支持 孔曰 侍君说 私入矣 朋友说 私疏矣 子游说 服侍君主若是过于繁琐 就会招之侮辱 对待朋友若是过于繁琐 就会受到疏远 公也长 第五 子为公也长 可弃也 虽在雷蟹之中 悲其罪也 以其子弃之 孔子谈到公也长 可以把女儿嫁给他 虽然曾有牢狱之灾 但并不是他的罪过 孔子把女儿嫁给了他 孔子谈到南融 国家政治上轨道 他不会没有官位 国家混乱时 他可以免于受刑 与被杀害 孔子把哥哥的女儿 嫁给了他 孔子谈到子贱 君子栽若人 鲁无君子者 思焉取思 孔子谈到子贱 这人是个君子 如果鲁国没有君子的话 他怎么找得到人 帮他忙呢 子贱问曰 此也何如 子曰 辱气也 曰 何气也 曰 狐连也 子贱请教说 此的表现如何 孔子说 你像一种器具 再问 什么器具呢 孔子回答 是宗庙李贵重的狐连 或曰 拥也 人而不宁 子曰 焉用命 遇人以口己 屡增于人 不知其人 焉用命 有人说 拥这个人 可以行人 但是口才不够善巧 孔子说 何必要口才善巧 以灵力口才和人争辩 常引人厌恶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行人 但是何必需要口才善巧 子使七雕开事 对曰 其思之未能信 子曰 孔子安排七雕开当官 七雕开回答说 其对于做官还没有信心 孔子听了以后很高兴 子曰 道不行 成福浮于海 从我者 其犹豫 此路闻之喜 子曰 游也 好勇过我 无所取材 孔子说 我的理想无法实行 干脆乘着木筏到海外 跟随我的 大概就是游吧 子路听了很高兴 孔子说 游啊 你爱好勇敢超过我 但是没有地方找得到适用的木材 孟五伯问 子路人呼 子曰 不知也 又问 子曰 游也 千圣之国 可使 置其父也 不知其人也 孟五伯问 子路达到人的标准了吗 孔子说 我不知道 他再度请教 孔子说 游啊 一个诸侯之国 可以派他带领军队 但是我不知道 他是否可以行人 求也 何如 子曰 求也 千世之义 百圣之家 可使 为之载也 不知其人也 求怎么样呢 孔子说 求啊 一个清大夫的领地 可以派他担任家臣 但是我不知道 他是否可以行人 赤也 何如 子曰 赤也 树带立于朝 可使与宾客 言也 不知其人也 赤怎么样呢 孔子说 赤啊 他穿戴整旗 在朝廷上 可以派他与贵宾谈话 但是我不知道 他是否可以行人 子替子共曰 如与贵也 赎欲 孔子对子共说 你和贵 谁比较优秀 对曰 次也 何敢忘 贵 贵也 闻一 以之时 次也 闻一 以之二 子曰 福如也 无与辱 福如也 子共回答说 次怎么敢和贵比 贵听到一个道理 可以领悟十个道理 次听到一个道理 只能领悟两个道理 孔子说 是比不上 我和你都比不上 在于昼寝 子曰 朽木不可凋也 奋土之墙不可污也 于于与何诛 在于在白天睡觉 孔子说 腐朽的木头 没有办法用来雕刻 被吐砌成的墙 没有办法涂得平滑 我对于于 有什么好责怪的呢 子曰 使无于人业 听其言 而信其行 今无于人业 听其言 而观其行 于于于改是 孔子又说 以前我看人 听到他的说法 就相信他的行为 现在我看人 听他的说法 却要观察 他的行为 我是因为 在于 才改变的 子曰 无未见刚者 或对曰 深成 子曰 成也欲 焉得刚 孔子说 我没见过 刚强的人 有人回答说 深成 孔子说 深成欲望太多 怎么做得到 刚强呢 子曰 我不欲人 知家诸我也 无亦欲 无家诸人 子曰 此也 非而所及也 子曰说 我不愿意 别人 加在我身上 我也但愿 自己 不要加在 别人身上 孔子说 这不是你能做到的 子曰 曰 夫子之文章 可得而闻也 夫子之言信 与天道 不可得而闻也 子曰说 老师在文献 和修养方面的成就 我们可以听到 老师有关 人性和天道的说法 我们就没有机会听到了 子曰 有闻 未知能行 唯恐又闻 子曰听了 做人 处事的道理 还未能达到 能实践的程度之前 就怕又听到 新的道理 子曰 问曰 孔文子 何以未知 闻也 子曰 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 是以未知 闻也 子曰 请教说 孔文子凭什么 得到闻的嗜好 孔子说 他聪明又好学 不以放下身段 向人请教 为可耻 所以得到闻的嗜好 子为子产 有君子之道四焉 其行己也供 其世上也尽 其养民也会 其使民也议 孔子评论子产 他有四种行为 合乎君子的作风 容貌态度 保持恭敬 服侍君上 出于敬意 照顾百姓 广师恩惠 一时百姓 何于分寸 子曰 张文仲居菜 山节枣浊 何如旗帜也 孔子说 张文仲 供养大龟的屋子里 柱头刻成山的形状 梁上短柱 画着海藻 这怎么算得上 是大家所说的明智呢 子章问曰 令影子文三世 为令影 无喜色 三已知 无韵色 旧令影之正 必已告新令影 何如 子章请教说 楚国宰相子文三次初任宰相 没有得意的神色 三次去职 也没有不悦的神色 卸任时 一定把过去的证悟 告诉接任的宰相 这个人怎么样 子曰 忠以 曰 人以乎 曰 未知 因得人 孔子说 尽忠职守 问 他达到人的标准了吗 孔子说 不知道 怎么能说是合乎行人的要求了呢 催子 是其君 成文子由马时胜 弃而为之 至于他方 则曰 由吴大夫 催子也 为之 崔柱以下范上 杀了齐庄公 成文子有四十匹马 全部抛弃 离开齐国 到了另一国 就说 这里的执政者 与我们的大夫 催子 差不多 然后就离开了 吃一帮 帮助于马时胜 则又曰 又无大夫 催子也 为之 何如 子曰 亲以 曰 人以乎 曰 为之 焉得人 再到另一国 不久又说 这里的执政者 也与我们的大夫 催子 差不多 又再离开了 这个人怎么样 孔子说 洁身自爱 问 他达到人的标准了吗 孔子说 不知道 怎么能说是合乎行人的要求了呢 季文子 三思而后行 子文之 曰 再思可以 季文子 每件事 总要再三思考 然后才去做 孔子听说后 说 考虑两次 也就可以了 子曰 宁无子 方有道则智 方无道则余 其智可及也 其余不可及也 孔子说 宁无子在国家上轨道时 显得很明智 在国家混乱时 就变得很愚笨 他的明智 别人赶得上 他的愚笨 别人赶不上 子在城 曰 龟鱼 龟鱼 无党之小子狂俭 北然成章 不知所以才知 孔子在成国时说 回去吧 回去吧 我们家乡的学生们 志向高远 奋发进去 基本修养 已经颇可观了 只是不知道 财度势力的原则 子曰 薄疑 薄疑熟齐 不念旧恶 愿是用息 孔子说 薄疑熟齐 不记着别人过去的恶行 别人对他们的怨恨 也就很少 子曰 熟味 薄疑 维身高直 或起西烟 起诸其林 而雨之 孔子说 谁说维身高直爽 有人向他要醋 他到邻居家 要来给人 子曰 草颜 令色 巨公 左秋名 此之 秋意此之 密怨 而有其人 左秋名 此之 秋意此之 孔子说 甜言蜜语 满脸堆笑 点头哈腰 左秋名认为 这样的行为 可耻 我也认为 可耻 心怀怨恨 跟人交朋友 左秋名认为 这样的行为 可耻 我也认为 可耻 言冤 记录是 子曰 何各言而至 子路曰 愿车马 依求 与朋友 共避之 而无憾 言冤 与记录 站在孔子身边 孔子说 你们何不说 说自己的志向 子路说 我希望做到 把自己的车子 马匹 衣服 棉袍 与朋友 一起用坏了 也没有一点遗憾 言冤 曰 愿无乏善 无师劳 子路曰 愿闻 子之志 子曰 劳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言冤说 但愿能做到 不夸耀自己的优点 不把劳苦的事 推给别人 子路说 希望听到老师的志向 孔子说 使老年人都得到安养 使朋友们都互相信赖 使青少年都得到照顾 子曰 以以乎 无未见能见其过 而内自送者也 孔子说 算了吧 我不曾见过 能够看到自己的过失 就在内心自我批评的人 子曰 实事之意 必有忠信 如秋者焉 不如秋之好学也 孔子说 即使是实户人家的小地方 一定有像我这样 做事尽责 又讲求信用的人 只是不像我这么爱好学习而已 庸也第六 子曰 庸也可使难面 孔子说 庸可以当政治领袖 众公问 子桑伯子 子曰 可也简 众公曰 居敬而行简 以灵其名 不亦可乎 居简而行简 无乃太简乎 子曰 雍之言然 众公请教有关子桑伯子的作风 孔子说 子桑护 凡事求简 凡事求简便 众公在请教 本身态度严肃 行事力求简便 这样治理百姓 不也可以吗 本身态度简便 行事也力求简便 岂不是太过简便了吗 孔子说 庸说的话是正确的 埃公问 弟子 赎为好学 孔子对曰 有言回者好学 不切怒 不二过 不幸短命思矣 今也则无 未闻好学者也 鲁埃公问 你的学生中 谁好学 孔子回答 有个叫延回的好学 他不把怒气 发泄在不相干的人身上 不犯同样的过错 不幸短命死了 现在没有这样的学生了 没听说过 谁好学 子华始于其 然子为其母请诉 子曰 与之府 请义 曰 与之鱼 然子与之素 无饼 公西华初始齐国 然子替他的母亲 申请小米 孔子说 给他六斗四升 然有请求增加一些 孔子说 再给他二斗四升 结果然有给了他八百斗 子曰 赤之士齐也 成肥马 一轻球 无闻之夜 君子 君子周急不计父 孔子说 赤道骑国去 坐肥马驾的车 穿又轻又暖的名袍 我听人说过 君子记住别人的穷困 而不增加别人的财富 圆思 圆思为之仔 与之素九百 死 子曰 无 以鱼尔林里 相挡呼 圆思在孔子家 做总管 孔子给他小米九百斗 他不肯接受这么多 孔子说 不要推辞 多的可以记住家乡地方的穷人啊 此为众公曰 梨牛之子心且脚 虽欲勿用 山川骑舍珠 孔子讲到正宫时 说 庚牛的后代 长着红色的毛 与整齐的脚 就算不想用他来祭祀 山川之神 难道会舍弃他吗 子曰 回也 其心三月不为人 其余则日月致焉 而一矣 孔子说 回的心可以持续相当长时间 不背离人生正途 其余的学生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 季康子问 众油可使从正也余 子曰 油也果 于从正乎和有 季康子问 可以让众油当官吗 孔子说 众油勇敢果决 当官有什么困难呢 孔子也可使从正也余 孔子也达 孔子也达 于从正乎和有 问 可以让刺当官吗 达 刺事件通达 当官有什么困难呢 孔子也可使从正也余 孔子也可使从正也余 孔子也亦 于从正乎和有 问 可以让求当官吗 达 求多才多艺 当官有什么困难呢 孔子也可使用 使使明子谦为避载 明子谦曰 善为我辞焉 如有复我者 则无必再问上矣 孔子也可使用 想请明子谦当避疫的县长 明子谦对传达的人说 替我婉言谢绝吧 如果再有人来找我 我就逃到温水以北去了 蜗牛有急 自问之 自有执起手 曰 王之 命已服 私人也 而又私急也 私人也 而又私急也 蜗牛生病 孔子去探望他 从窗户握着他的手 说 我们要失去他了 这是命啊 这样的人 尽得了这样的病 这样的人 尽得了这样的病 子曰 闲灾回也 一单寺 一瓢影 在露上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闲灾回也 孔子说 回的德行真好啊 一篮饭 一瓢水 住在破旧的巷子里 别人都受不了这种生活的忧愁 他却不改变自己原有的快乐 回的德行真好啊 阳球曰 非不悦 子之道 力不足也 子曰 力不足者 忠道而废 精辱化 阳球说 我不是不喜欢老师的人生观 而是力量不够 孔子说 力量不够的人 走到半路 才会放弃 现在你确实画地自现 子卫 子下曰 辱为君子如 吾为小人如 孔子对子下说 你要做个气度恢弘的学者 不要做个智趣偏狭的学者 子游为武成载 子曰 辱德人 焉耳乎 曰 有坛台 灭明者 行不由尽 非公事 未尝之于 眼之事也 子游担任 武成县长 孔子说 你在这里找到什么人才了吗 他说 有个叫坛台 灭明的人 他走路不超捷径 若不是公事 从不到我家里来 子曰 孟之反不乏 奔而殿 将入门 侧骑马曰 非赶后也 马不进也 孔子说 孟之反不自夸 鲁军战败撤退时 他负责殿后 刚进城门时 他鞭策着马匹说 不是我敢殿后 是马不肯快跑啊 孔子曰 不有祝陀之命 而有宋昭之美 难乎免于 金之事已 孔子说 不重视 祝陀的口才 却重视 宋昭的美貌 魏国在当前各国 争强的形势下 恐怕免不了灾祸了 孔子曰 谁能出不由户 何莫由私道也 孔子说 谁能走出户外 不经由门户 为什么做人处事 却不经由我所提供的正途呢 孔子曰 执胜闻则也 闻胜直则始 闻直彬彬 然后君子 孔子说 执仆多于问世 就会显得粗野 问世多于执仆 就会流于虚伏 问世与执仆搭配得宜 才是君子的修养 子曰 人之声也直 往之声也信而免 孔子说 人活在世间应该真诚 没有真诚而能活下去 那是靠着侥幸来免于灾祸 子曰 知知者不如好知者 好知者 不如乐知者 孔子说 了解做人的道理 比不上去喜爱这个道理 喜爱这个道理 比不上更进一步去乐在其中 子曰 中人以上可以遇上也 中人以下不可以遇上也 孔子说 中等资质的人 愿意上进 可以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 中等资质的人 自甘堕落 就不可以告诉他们高深的道理了 凡池问智 子曰 无名之意 敬鬼神 而愿之 可谓智已 问人 曰 人者先难而后祸 可谓人已 凡池请教 什么是明智 孔子说 做好为百姓服务的事 敬奉鬼神 但是保持适当的距离 就算明智了 又请教什么是行人 孔子说 行人的人先努力耕耘 然后才收获成果 这样可以说是行人了 子曰 智者要水 人者要山 智者动 人者静 智者乐 人者受 孔子说 明智的人欣赏流水 行人的人欣赏高山 明智的人与物推移 行人的人安定稳重 明智的人 常保喜乐 行人的人得赏天年 子曰 齐一变 至于鲁 鲁一变 至于道 孔子说 齐国只要一改善 就能达到鲁国的教化水准 鲁国只要一改善 就可以达到周初的王道理想 子曰 孤不孤 孤哉孤哉 孔子说 孤这种酒气 已经不像个有棱有角的孤了 这还是个孤吗 这还是个孤吗 孤哉孔 在我问曰 人者 最告之曰 仅有人焉 其从之也 子曰 何为其然也 君子可视也 不可献也 可欺也 不可亡也 在我请教说 行人的人 如果告诉他 井里有人可取 他会跟着跳下去吗 孔子说 他怎么会这么做呢 对一个君子来说 你可以让他过去 却不能让他跳进 你可以欺骗他 井里有人可取 但不能诬赖他 分辨不了道理 子曰 君子博学余文 曰之以礼 亦可以服判以服 孔子说 君子广泛学习文献知识 以礼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样就不至于 背离人生正途了 此见男子 此路不悦 夫子始之曰 于所佛者 天厌之 天厌之 孔子应邀 与男子相见 子路对此 很不高兴 孔子发誓说 我如果做得不对的话 让天来厌弃我吧 让天来厌弃我吧 子曰 中庸之为德也 其智已乎 明显久矣 孔子说 中庸这种德行 实在是最高的了 长期以来 百姓很少能做到的 子共曰 如有博师于名 而能记重 何如 可谓人乎 子共说 如果有人普遍照顾百姓 又能确实记住众人 这样如何呢 可以称得上行人吗 子曰 何事于人 必眼胜乎 遥顺其由病诛 福人者 己欲利而利人 己欲达 而达人 能尽取辟 可谓人之方 也已 孔子说 这样何止是行人 一定要说的话 已经是成圣了 连 连遥顺都会觉得难以做到 所谓行人 就是自己想要安稳立足时 也帮助别人安稳立足 在自己想要进展通达时 也帮助别人进展通达 能从自己的情况来设想如何与人相处 可以说是行人的方法 可以说是行人的方法了 孔子曰 孔子曰 莫而置之 学而不厌 毁人不倦 何有余果灾 孔子说 默默存思所见所闻 认真学习而不厌烦 教导别人不感到倦怠 这些事情我做到了多少 子曰 得之不修 学之不讲 文艺不能洗 不善不能改 事无忧也 孔子说 德行不好好修养 学问不好好讲习 听到该做的事 却不能跟着去做 有缺失 却不能立刻改正 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啊 子知厌居 生生如也 妖妖如也 孔子平日闲暇时 怡然自得 神情舒缓 子曰 圣已无衰也 久已无不复 梦见周公 孔子说 我实在太衰老了 竟然很久没有在梦见周公了 子曰 智于道 聚于德 医于人 犹于意 孔子说 立志追求人生理想 却是把握德行修养 绝不背弃人生正途 自在寒永一文活动 子曰 自行述修以上 无未尝 无回也 孔子说 从十五岁以上的人 我是没有不教导的 孔子曰 不愤不弃 不匹不发 举一余 不以三余返 则不复也 孔子说 不到他苦思冥想 但懂不了时 我不去开导 不到他努力想表达 但说不出时 我不去引发 告诉他一个角落是如此 他不能联想到 另外三个角落也是如此 我就不再多说了 子时于有丧者之策 未尝薄也 孔子在家有丧事的人 旁边吃饭时 从来不曾吃饱过 子于是日哭 则不割 孔子在这一天哭过 就不再唱歌了 子为言冤冤 用之则行 舍之则藏 唯我于耳有是福 孔子对言冤说 有人任用 就发挥报复 没人任用 就安静修行 只有我和你能做到吧 子路曰 子行三军 则谁语 子曰 报复平和 死而无回者 无不予也 必也临世而聚 好谋而成者也 子路说 老师率领军队的话 要找谁同去 孔子说 空手打虎 徒步过河 这样死了都不后悔的人 我是不与他同去的 一定要找同去的人 那就是面对任务 戒慎恐惧 仔细筹划 以求成功的人 子曰 父而可求也 虽执边之事 无意为之 如不可求 从无所好 孔子说 财富如果可以求得 就算在市场担任守门员 我也去做 如果无法以正当手段求得 那还是追随我所爱好的理想法 子之所胜 斋 战 疾 孔子慎重对待的事是 斋戒 战争 疾病 子在其文韶 三月不知肉味 约 不图为月 知之于思也 孔子在齐国听 韶月 有一段相当长时间 吃肉而不知肉味 他说 没想到制作音乐 可以到达这么完美的地步 然有约 夫子为卫君乎 子贡约 诺 吴将问之 如 约 我已熟其 何人也 然有说 老师会帮助卫君吗 子贡说 好 我去请教他 子贡进去后 说 我已熟其 是什么样的人 约 古之贤人也 约 怨乎 约 求人 而得人 又何愿 出 约 夫子 不畏也 孔子说 古代的 有德之事 子贡说 他们会抱怨 自己的遭遇吗 孔子说 求人 而得人 还抱怨什么 子贡 出来说 老师 不会帮助卫君 孔子 对我就 就好像浮云一样 子曰 加我数年 五十 以学艺 可以无大过艺 孔子说 让我多活几年 到五十岁时 专心研究艺经 就可以无大过错了 孔子用标准古音来读 诗 书 与执行礼仪 这些时候 都说标准古音 社工问孔子 与子路 子路不对 子曰 辱西不曰 其为人也 八分望时 乐以忘忧 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社工问子路 有关孔子的为人 子路不回答 孔子说 你为什么不这样说 他这个人啊 八分学习 就忘记吃饭 内心快乐 就忘了烦恼 连自己快要衰老了 都不知道 如此而已 孔子曰 我非生儿知之者 好顾 名以求知者也 孔子说 我不是天生就有知识的 我是爱好古代文化 在勤奋敏捷 去学习得来的 孔子不语 一起走路 其中必定有我可以取法的 选择他们的优点来学习 看到他们的缺点 就警惕自己不要学坏 不无形而不与二三子者 是秋也 孔子说 你们几位学生以为我有所隐藏吗 我对你们没有任何隐藏 我的一切作为都呈现在你们眼前 那就是我的作风啊 孔子教学有四项重点 文献知识行为规范 忠于执守 言而有幸 此曰 圣人无不得而见之以 得见君子者 思可以 孔子说 圣人 我是没有机会见到了 能够见到君子 也就不错了 子曰 善人 无不得而见之以 得见有恒者 思可以 无而为有 须而为淫 约而为态 难乎有恒以 孔子又说 善人 善人 我是没有机会见到了 能够见到有恒的人 也就不错了 没有 却装作有 空虚却装作充实 贫穷却装作富裕 要做到有恒 要做到有恒 是多么困难啊 子钓而不钢 亦不食素 孔子钓鱼时 不用绑着许多钩子的钢绳 以附带生思的剑射鸟时 不针对在朝中修习的鸟 此约 盖有不知而做知者 我无事也 多闻 则其善者而从知 多见而智之 知之次也 孔子说 也许有人是自己不懂 却是创作的 我与他们不同 多听 选择其中正确的部分来接受 多看 把好的记在心里 这种知 是仅次于生而知之的 互相难语言 同子见 门人祸 子曰 与其近也 不与其退也 为何胜 人结即已近 与其结也 不保其 互相的人很难沟通 有一个少年却得到孔子的接见 学生们都很疑惑 孔子说 我是赞成他上进 不希望他退步 又何必过度苛责 别人修饰整洁来找我 我就加许他整洁的一面 不去追究他过去的作为 子曰 人远呼哉 我欲人 私人 置已 孔子说 行人 离我很远吗 只要我愿意行人 立刻就可以行人 陈思败问 赵公知理呼 孔子曰知理 陈思败问 鲁赵公懂得理智吗 孔子说 懂得理智 孔子退 依乌玛齐而尽之 曰 吴文 君子不党 君子亦党乎 君取于吴 为同性 为之吴孟子 君儿知理 孔子离开后 陈思败对乌玛齐作依 上前对他说 我听说君子不偏袒自己人 难道君子也偏袒自己人吗 鲁赵公从吴国取了一位夫人 鲁吴两国是同性 所以称他为吴孟子 鲁君如果懂得理智 那么谁不懂得 乌玛齐已告 子曰 秋也信 苟有过 人必知之 乌玛齐把这番话告诉了孔子 孔子说 我真幸运 一有错 就必定有人知道 子与人歌而善 必时反之 而后喝之 孔子和别人一起唱歌 唱得开怀时 一定请他再唱一遍 然后自己跟着唱 孔子曰 文莫无由人也 公行君子 则无为之有德 孔子说 在文献知识方面 我大概与别人差不多 确实做到君子的修养 我还没有办法 孔子替我 若圣与人 则无其感 亦为之不厌 毁人不倦 则可为云耳而已已 孔西华曰 正为弟子 不能学也 孔子说 向圣与人的境界 我岂敢当 如果以此为目标 努力实践而不厌烦 教导别人而不倦怠 那么或许我还可以做到 孔西华说 这正是我们学生 没有办法学到的 子疾病 子鹿请导 子曰 有诛 子鹿曰 有之 雷曰 导耳于上下神奇 子曰 秋之岛久矣 孔子生重病 子鹿请示要做祷告 孔子说 有这回事吗 子鹿说 有的 蕾文上说 为你向天神地祈祈祷告 孔子说 我长期以来 一直都在祷告啊 子曰 奢则不逊 简则固 与其不逊也 您固 孔子说 奢侈就会变得骄傲 简曰就会流于固陋 与其骄傲 宁可顾漏 宁可顾漏 子曰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期期 孔子说 君子心胸光明开朗 小人经常愁眉苦脸 孔子温而立 孔子温和而又严肃 孔子温和而又严肃 威严而不刚蒙 千功而又安事 太薄 太薄第八 子曰 太薄 岂可谓 智德也 以以 三以天下让 名无德 而撑烟 孔子说 太薄 可以说表现了至高的德行 他多次让出天下 百姓却找不出具体的德行 来赞美他 子曰 公而无理则劳 圣而无理则喜 勇而无理则乱 职而无理则脚 君子赌于亲 则明心于人 故旧不宜 则明不偷 孔子说 一位千功而没有理的节制 就会流于牢卷 一位谨慎而没有理的节制 就会显得畏作 只知勇敢行事 而没有理的节制 就会制造乱局 只知直言无隐 而没有理的节制 就会尖刻伤人 政治领袖 对待亲族厚道 百姓就会渐渐走上 人生正途 他们不遗弃过去的友人 百姓就不会 刻薄无情 曾子有急 赵门弟子曰 起于足 起于手 诗云 战战兢兢 如临深渊 如履活冰 而今而后 无知免胡 小子 曾子生病时 将学生 梦静子问之 曾子言曰 思愿报卖以 正颜色 思尽信以 出瓷器 思愿 笔败以 编斗之事 则有私存 政治领袖 政治领袖要把握以下三个原则 举止与态度 要威严 如此可以使自己避免粗暴与怠慢 神情与脸色要端庄 如此可以使自己容易表现诚信 言语与声调要稳重 如此可以使自己避免笔漏与狂妄 至于礼节方面的细节 自有主管其事的人负责 曾子曰 以能问于不能 以多问于寡 有若无 实若虚 犯而不教 习者无有 常从事于私矣 曾子说 自己有本事 却去请教没有本事的人 自己知识丰富 却去请教知识有限的人 有学问却像没有学问 内心充实 就像空无一物 被人冒犯了也不计较 从前我的一位朋友 就曾这样做了 曾子曰 可以脱六尺之孤 可以记百里之命 临大节而不可夺业 君子仁鱼 君子仁也 曾子说 可以把年少的孤儿 托给他照顾 可以把国家的命脉 交给他负责 遇到重大关头 也不能使他放弃操守 这种人称得上是君子吗 这种人是君子啊 曾子曰 是不可以不宏义 任重而道远 人以为己任 不亦众乎 死而后乙 不亦远乎 曾子说 读书人不能没有 恢弘的气度 与刚义的性格 因为他承担重任 而路途遥远 以行人为自己的责任 这个担子还不沉重吗 直到此时 才停下脚步 这个路程还不遥远吗 子曰 心于诗 力于理 成于乐 孔子说 启发上进的意志 要靠读诗 具备处事的条件 要靠学理 达成教化的目标 要靠喜悦 子曰 名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 孔子说 对待百姓 可以使他们走在 人生的正途上 却没有办法 让他们了解 其中的道理 子曰 好勇极贫乱也 人而不仁 极之以慎乱也 孔子说 爱好勇敢的人 如果厌恶贫困 就会作乱声势 对于不肯走在 人生正途上的人 如果厌恶的太过分 也会使他作乱声势 孔子替 孔子曰 如有周公之才 知美 始交且令 其余不足 官也已 孔子说 一个人即使有周公 一样的卓越才华 如果他既骄傲又吝啬 其余部分也就不值得欣赏了 孔子曰 三年学 不至于古 不亦得也 孔子说 入学读书三年 还没有做官的念头 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 孔子曰 笃信好学 守死善道 唯邦不入 乱邦不拘 天下有道则献 无道则隐 方有道 贫且见焉 持也 方无道 父且贵焉 持也 孔子说 以坚定的信心 爱好学习 为了完成人生理想 可以牺牲性命 不前往危险的国家 不住在混乱的国家 天下上轨道 就出来做事 不上轨道 就隐居起来 国家上轨道时 要以贫贱为可耻 国家不上轨道时 要以富贵为可耻 子曰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孔子说 不在那个职位上 就不要去设想 那个职位上的业务 子曰 诗志之始 观居之乱 洋洋乎 银耳栽 孔子说 从诗志开始演奏 到结束时的观居之曲 美妙的音乐 一直在我的耳朵洋溢 孔子曰 孔子说 狂而不执 同而不愿 空空而不信 无不知之疑 孔子说 狂妄而不执帅 愚昧而不忠厚 无能而不守信 我无法理解这种人 孔子曰 学如不吉 有孔失之 孔子说 学习要像赶不上什么一样 赶上了 还担心会失去 孔子曰 唯唯呼 顺宇 顺宇只有天下也 而不愈焉 孔子说 真是崇高啊 顺宇宇 拥有天下 而不刻意去统治 子曰 大哉 摇之为君也 唯唯呼 唯天唯大 唯谣 则之 荡荡呼 名无能 名焉 唯唯呼 岂有成功也 唯唯 岂有文章 孔子说 伟大 像姚这样的天子 崇高啊 只有天是最伟大的 只有姚是效法天的 他的恩责广博啊 百姓没有办法去形容 他的丰功伟业令人景仰 他的典章制度也辉煌可观 顺有臣五人 而天下智 五王曰 鱼有乱臣十人 顺有五位贤臣 而天下太平 周五王说 我有十位能治理国家的大臣 孔子曰 才难不其然乎 唐鱼之计 鱼丝为胜 有妇人焉 九人而已 三分天下 有其二 以服事焉 周之德 岂可为治德也 以 孔子说 人才难得 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从唐瑶 汉鱼顺以来 到周朝 人才鼎盛 五王的人才中 有一位是妇女 所以实际上 是九位 拥有三分之二的天下 还继续 臣服于英朝 周朝的德行 可以说是至高的德行了 子曰 与 吾吾 渐然 以 得饮食 而至笑 乎鬼神 悟衣服 而至美乎 不免 非公事 而尽力 乎 勾絮 与 吾吾 渐然 以 孔子说 与 我对他 没有任何批评啊 他吃得简单 对鬼神的祭品 却办得很丰盛 他穿得粗糙 祭祀的衣冠 却做得很华美 他做得简陋 却把全部力量 用在沟渠水利上 与 我对他 没有任何批评啊 子喊 地球 子喊 严厉 与命 与人 孔子很少主动 谈论有关利益 命运 和行人的问题 答向党人曰 大哉孔子 博学而无所成名 子闻之 为门立子曰 无何执 执欲乎 执舍乎 无执欲乙 达向地区有人说 伟大啊 孔子这个人学问广博 没有办法说他是哪一方面的专家 孔子听到后 对学生说 我要以什么做专长呢 驾车吗 射箭吗 我驾车好了 子曰 麻免 离也 今也纯 简 无从重 拜下 离也 今拜乎上 太也 虽为重 无从下 孔子说 以麻知的礼貌 是理智的规定 现在都用思来知 比较节省人力 所以我赞同大家的做法 陈建军时 现在堂下磕头 升堂后再磕头 这是理智的规定 现在大家只是升堂后再磕头 这样显得不太公顺 虽然与大家的做法不同 我还是赞同 我还是赞同要现在堂下磕头 孔子杜绝四 无意 无弊 无故 无我 孔子杜绝四种毛病 就是不凭空意测 不坚持己见 不顽固拘 不自我膨胀 死未于匡 曰 文王寂寞 文不在 知乎 天之将丧斯文也 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 天之未丧斯文也 匡人其如鱼河 孔子在匡城被困 他说 周文王死了以后 文化传统不都在我这里吗 天若要废弃这种文化 后代的人就不会有机会学习这种文化 天若还不要废弃这种文化 那么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呢 太宰问于子贡曰 夫子圣者于和其多能也 子贡曰 故天纵之将胜又多能也 太宰向子贡询问 夫子是圣人吗 为何他有这么多才干呢 子贡说 这是天要让他成为圣人 并且具有多方面的才干 此文之曰 太宰知我乎 无少也见 故多能彼世 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 孔子听说后说 太宰了解我啊 我年轻时贫困卑微 所以学会一些琐碎的记忆 君子需要具备这么多才干吗 我想不需要的 老说老师说老师说过我没有机会发挥抱负 所以学会了不少记忆 孔子曰 无有知乎哉 无知也 有笔腹问于我 空空如也 我扣其两端而结阴 孔子说 我什么都懂吗 不是这样的 假如一个乡下人来问我 态度虚心而诚恳 我只是就他的问题 正反两面详细推敲 然后找到了答案 孔子曰 凤鸟不治 何不出土 无以以福 孔子说 凤凰不飞来 黄何不出图像 这些象征出圣人的现象都没出现 我大概没有指望了 孔子看见穿脏服的人 有官服的人 以及盲人 在会面的时候 这些人即使年纪较轻 他也一定从座位站起来 经过他们前面时 也一定加快脚步 言渊溃然探约 养之弥高 钻之弥坚 沾之在前 扑烟在后 夫子寻寻然 善诱人 搏我以闻 约我以礼 欲罢不能 季节无才 如有所利卓尔 虽欲从之 莫有也已 言渊赞叹地说 越抬头 越觉得崇高 越钻研 越觉得深厚 看起来是在前面 忽然又到后面 老师很会 循序渐进地带领学生 他以文献知识 广博我的见解 以理智规范我的行为 使我想不学都不成 我竭尽全力 好像学会了 立身处事的本领 但是 当我想要再进一步 追随老师 却又找不到路 可以走了 此疾病 此路使门人为尘 并见 约 久已哉 游之行 乍也 无尘而为有尘 无谁欺 欺天呼 且鱼与其死于 尘之首也 无宁死于 二三子之首呼 且鱼纵不得大藏 鱼死于道路呼 孔子病得很重 子路安排学生们 组织自伤处 病情缓和后 孔子说 这段日子以来 游的做法太偏差了 不该有智丧的组织 却要有 我想欺瞒谁呢 欺瞒天吗 我与其在智丧的人 手里过世 不是不如在你们几位学生的手里过世吗 我就算得不到龙中的丧礼 难道就会死在路上 没人管吗 子供曰 有美玉于丝 运毒而藏株 求善骨而孤株 子曰 孤之哉 孤之哉 我待骨折也 子供说 假如这里有块美玉 是把它放在柜子里藏起来呢 还是找一位试货的商人卖掉它呢 孔子说 卖掉吧卖掉吧 我等着试货的人呢 子欲居酒仪 或曰 漏如之河 子曰 君子居之 和漏之有 孔子想到酒仪去住 有人说 那地方很简陆 怎么能住呢 孔子说 君子去住的话 怎么会简陆呢 子曰 吾字 为返鲁 然后月正 雅宋各得其所 孔子说 我从魏国 回到鲁国 然后可以改正用月的错误 使牙与宋各有适当的安排 子曰 初则是公亲 入则是父兄 丧事不敢不免 不为酒困 何有于我灾 孔子说 在外服事公亲 回家侍奉长辈亲人 为人办丧事 不敢不尽力而为 不因为喝酒而造成困扰 这些事情 我做到了多少 子在川上曰 侍者如私服 不舍昼夜 孔子站在河边说 消失的一切就像这样啊 白天黑夜都不停行 子曰 吾未见浩德如浩色者也 孔子说 我不曾见过爱浩德行 像爱浩美色的人 子曰 譬如围山 未成一窥 只无止也 譬如平地 虽腹一窥 尽无王也 孔子说 譬如堆山 还差一框土就成功了 如果停下来 那是我自己停下来的 譬如填坑 只到一框 如果继续填下去 那也是我自己决定继续的 子曰 欲知而不舵者 其回也于 孔子说 与他谈话 而从不显得懈怠的 大概就是回吧 孔子谈到言渊时说 可惜呀 我只看他不断进步 没见到他停下来 孔子曰 出了苗 出了苗而不开花的情形 是有的 开了花 而不结果的情形 也是有的 子曰 后生可畏 因之来者 知不如今也 四时五时 而无闻焉 肆意不足 畏也已 孔子说 年轻人是值得敬畏的 怎么知道 他们将来 会比不上现在的人呢 到了四五十岁 还没有什么好的名望 也就不值得敬畏了 子曰 法语之言 能无从乎 改之为贵 训语之言 能无悦乎 义之为贵 悦而不义 从而不改 无莫如之和也 已亦 孔子说 听到义正言辞的话 能不接受吗 要改正了错误 才可贵 听到 委婉顺耳的话 能不高兴吗 要想通含义 才可贵 只是高兴 而不思索 表面接受 而实际不改 我对这样的人 是没有什么办法的 孔子曰 孔子说 军队的统帅 可能被劫走 一个平凡人的志向 却不能被改 也 孔子曰 义必运袍 与义胡合者 利 而不持者 其有也余 不治不求 何用不脏 此路终身送之 孔子曰 世道也 何足以脏 孔子说 穿着破旧的棉袍 与穿着 胡合皮球的人 站在一起 而不感到惭愧的 大概就是油吧 不嫉妒 不贪求 怎么会不好 子路听了 就经常念着这句诗 孔子说 这样固然是正途 但是还不够好啊 子曰 碎寒 然后之松柏之后凋也 孔子说 天气真正冷时 才会发现松树与柏树 是最后凋零的 子曰 智者不惑 仁者不忧 勇者不惧 孔子说 明智的人没有困惑 行人的人没有忧虑 勇敢的人没有畏惧 子曰 可与共学 未可与世道 可与世道 未可与利 可与利 未可与权 孔子说 可以一起学习的人 未必可以一起走上人生正途 可以一起走上人生正途的人 未必可以一起立身处事 可以一起立身处事的人 未必可以一起权衡是非 唐帝之花 偏其反而 岂不尔思 事事远而 子曰 未知思也 福何远之有 唐帝树的花 偏偏摇摆而各自方向相反 我怎么不思念你呢 只是住处太远了 孔子说 不是真的思念 如果真的思念 怎么会遥远呢 孔子于乡党 孔子于乡党 寻寻如也 似不能言者 其在宗庙朝廷 偏偏言 为锦儿 孔子在乡里之间 温和恭顺 像不会说话的人 他在宗庙朝廷里 说话明白流畅 但是很有分寸 朝与下大夫言 侃侃如也 与上大夫言 隐隐如也 君在 促及如也 鱼鱼如也 上朝时 与下大夫说话 温和而愉快的样子 与上大夫说话 正直而坦诚的样子 国君临朝时 恭敬而警惕的样子 稳重而安详的样子 君兆使并 色薄如也 足爵如也 依所与利 左右手 依前后 掺如也 趋近 亦如也 兵退 必复命约 兵不顾矣 国君兆命孔子 去接待外兵 孔子脸色显得矜持庄重 脚步随之加快 向同朝官员做衣 向左边拱手 再向右边拱手 衣裳前后摆动 看起来整齐利落 快步前进时 衣袖飘起 好像鸟儿舒展翅膀 宾客走后 必定回报说 客人已经走远了 入宫门 鞠躬如也 如不容 力不中门 行不履欲 过位 色薄如也 足爵如也 其言四不足者 孔子进入朝廷大门时 谨慎而敬畏的样子 像是无处容身 站不站在门中间 走不踩在门槛上 经过君主平日的座位前 脸色显得矜持庄重 脚步随之加快 说话也轻得听不清楚 摄思生堂 鞠躬如也 摒弃似不习者 出降一等 逞颜色 移移如也 莫接 趋近 亦如也 腹其味 促及如也 提着衣摆 向膛上走时 谨慎而敬畏的样子 憋着气 像不呼吸一样 退出膛时 走下一个台阶 脸色才放轻松 显得愉快 自在 走完了台阶 快步前进时 衣袖飘起 好像鸟儿舒展翅膀 回到自己的位置时 又显得恭敬而警惕的样子 直归 鞠躬如也 如不生 上如衣 下如寿 薄如湛色 足素素如有寻 祥礼 有容色 私敌 鱼鱼如也 孔子初使外国 举行典礼时 手捧着归 谨慎而敬畏的样子 像力气不够 向上拿 好像在做衣 向下拿 好像要给人 脸色矜持而警觉 脚步紧凑而拘谨 献礼时 显得雍容大方 私下与外国君臣会面时 显得和月自在 君子不以干周事 红子不以为谢服 当属 整吃戏 地表而出之 姿衣高球 素衣泥球 黄衣胡球 谢球长 短幼媚 君子不用天青色与铁灰色相衣边 浅红色和紫色不做居家糊 夏天时穿细的或粗的单衣 外出一定加一件外衣 穿黑色礼服时配黑色高球 白色礼服配白色泥球 黄色礼服配黄色胡球 居家穿的皮球上衣 比一般穿的长 但是保持短的袖子 必有请衣 长衣身有半 胡合之后已居 去丧 无所不配 非为上 必晒之 高球玄关不已掉 几月 必朝福而朝 睡觉时 一定要盖比身长多一半的被子 座位铺着厚的胡合皮 桑期结束后 没有什么不可以佩戴 平常穿的衣裳 不必折叠太多层 一定要裁去一些布 不穿戴黑色的高球 和黑色的礼帽去吊丧 正月初一 必穿正式的朝服去朝贺 摘必有明衣 不 摘必辨时 居必迁坐 摘戒时 沐浴一定有寓衣 用不做的 摘戒时 一定要改变平时的饮食 居住 也一定换个房间 食不厌精 快不厌戏 食意而爱 鱼内而肉败不实 色恶不实 臭恶不实 湿刃不实 不实 不实 割不正不实 不得其降不实 食物不以做的精致为满足 肉类也不以切的细巧为满足 食物放久 变了味道 鱼与肉 捕烂了都不吃 颜色难看的不吃 味道难闻的不吃 烹饪不当的不吃 季节不对的不吃 切割方式不对的肉不吃 没有香配的调味料不吃 肉虽多 不使圣食器 为酒无量 不急乱 孤酒是腹 不实 不撤僵食 不多食 即使吃的肉较多 也不超过所吃的饭量 只有喝酒不限量 但是从不喝醉 买来的酒和肉干不吃 将不随着食物撤走 但不多吃 季鱼工 不速肉 季肉不出三日 出三日 不食之矣 参加国家的祭典之后 带回来的季肉 不留到第二天 一般的季肉 保存不超过三天 超过三天的 就不吃了 食不语 寝不言 吃饭时不讨论 睡觉时不说话 虽书时菜羹 必记必摘如也 即使吃的是粗饭与菜汤 也一定要祭拜 态度一定恭敬而前程 习不正 习不正不坐 坐习没摆正 不坐下 乡人饮酒 仗者出 思出矣 与乡里的人一起聚会饮酒 要等年长的人都离习了 他才走出去 乡人挪 朝服而立于坐街 乡里的人举行驱逐异轨的仪式时 他穿正式朝服 站在东边的台阶上 问人 于他帮 再拜而送之 托人向国外的朋友问候送礼时 对所托之人两次坐一才辞别 康子溃药 拜而受之 曰 秋未答 不敢尝 既康子派人送药来 孔子坐一接受 他后来说 我不清楚这种药的药性 不敢服用 旧坟 子退潮 曰 商人呼 不问马 家里马棚失火 烧了 孔子从朝廷回来 问 有人受伤吗 没有问到马 君赐时 必正习先尝之 君赐心 必熟而见之 君赐生 必须之 事实于君 君记 先犯 国君赐 煮熟的食物 孔子一定端做好 先吃一些 国君赐 赐的 为煮的食物 他一定煮熟之后 先供奉 祖先 国君赐 活的生物 他一定先养着 陪国君吃饭 在国君饭前祭祀时 他先吃饭 即 君士之 东手 夹朝服 脱身 孔子生病时 国君来探望 他改卧在 灭朝东的方向 身上夹盖 正式的朝服 还拖着大腰带 君命照 不四驾 行义 国君有命传照 他不等车架准备好 就立刻前往 入太庙 美士问 孔子进入周公庙 对每件礼器与摆设 都要发问 朋友死 无所归 约 与我并 遇到朋友过世 而没人料理后世 孔子说 我来负责丧葬 朋友之愧 虽车马 非记肉 不败 朋友送的礼 即使是车与马 只要不是记肉 孔子也不做医败谢 请不失 居不容 睡觉的姿势 不居紧将握 平时也不像 做客那样贵坐着 见姿催者 虽狭必变 见眠者与补者 虽谢必以貌 孔子看见穿丧服的人 虽是平日熟识的 也一定改变态度 看见戴礼帽的 和眼盲的人 虽然常常碰面 也一定显出 关切的神色 修服者是之 是负伴者 有圣传 必变色而作 迅雷风裂 必变 坐在车上 看见穿丧服的 即便是贩夫走足 他也身上前倾 守服横目 以示心意 坐客时 有特别丰盛的菜肴 一定端正神色 站起来向主人致意 遇到急雷狂风 一定改变态度 升车必正立 直随 车中不内顾 不急言 不轻止 上车时 一定端正站好 再抓住扶手带子 跨上去 在车中 不向内回顾 不急切说话 不用手 指指点点 色思举矣 祥而后急 曰 山梁 辞至 时灾 时灾 子鹿拱之 三袖而作 人的脸色 稍有变化 山鸡就飞起来 在空中盘旋之后 再聚在一起 孔子说 山谷桥梁上的这些母山鸡啊 懂得时宜 懂得时宜 子鹿向他们拱拱手 他们震几下翅膀就飞走了 先进 第十一 子曰 先进于礼乐 野人也 后进于礼乐 君子也 如用之 则无从先进 孔子说 先学习礼乐 再得到官位的 是淳朴的一般人 先得到官位 再学习礼乐的 是清大夫的子弟 如果要选用人才 我主张选用 先学习 再做官的人 子曰 从我于成菜者 接不及门也 孔子说 跟随我在成国 菜国之间的学生 与这两国的君臣 都没有什么交往 得行 言渊 明子迁 染伯牛 重工 言语 载我 子贡 正式 然有 记录 文学 子游 子下 得行优良的有 言渊 明子迁 染伯牛 重工 言语 杰出的有 载我 子贡 善于正式的有 然有 记录 熟悉文献的有 子游 子下 子曰 回也 非助我者也 余无言 无所 无悦 孔子说 回啊 不是帮助我的人 他对我所说的话 没有不满意的 子曰 孝哉 明子迁 人不见于其父母昆帝之言 孔子说 明子迁 真是孝顺啊 别人都不质疑 他的父母兄弟 称赞他的话 南荣三父白龟 孔子以其兄之子弃之 南荣一再送读白龟的诗 孔子把哥哥的女儿 嫁给他 季康子问 弟子 书为 好学 孔子对约 有 言回者 好学 不幸 短命死 以 今也 则无 季康子问 你的学生里 谁好学 孔子回答说 有个叫 言回的 好学 不幸 短命死了 现在 没有这样的学生了 言云死 言路 请子之居 以为之果 子曰 财不财 亦个言 其子也 离也死 有官 而无果 无不图形 以为之果 已无从大夫之后 不可图形也 言云死了 言路向孔子借车 来坐运官的礼车 孔子说 有财无财 说起来都是自己的儿子 我的儿子孔离死时 也是只有官 而没有礼车 我并为自己步行 而把车当礼车 因为我曾担任大夫 一礼是不可以步行送葬的 言云死 子曰 以 天上余 天上余 言云死了 孔子说 爱 天王我也 天王我也 言云死 子哭之痛 纵者曰 子痛已 曰 有痛乎 非福人之味痛 而谁味 言云死了 孔子哭得很伤心 跟随在旁的学生说 老师过度伤心了 孔子说 我有过度伤心吗 我不为这样的人过度伤心 又要为谁过度伤心呢 言云死 言云死 门人欲后葬之 子曰 不可 门人后葬之 子曰 回也 事于 由父也 于不得 事由子也 非我也 福二三子也 言云死了 同学们想要举行隆重的葬礼 孔子说 这样不可以 学生们还是后葬了他 孔子说 回啊 你把我当做父亲 我却不能把你看做儿子一样 这件不合理的事 不是我的主意 是你的同学们做的 记录问是鬼神 子曰 未能是人 也能是鬼 曰 敢问死 曰 未知生 焉知死 子路请教如何服侍鬼神 孔子说 没有办法服侍活人 怎么有办法服侍死人 子路又问 单敢请教死 是怎么回事 孔子说 没有了解生的道理 怎么会了解死的道理 明子是侧 盈盈如也 子路 横横如也 然有 子贡 坎坎如也 子乐 曰 若有也 不得其死人 明子谦 明子谦 站在孔子旁边 看起来正直的样子 子路看起来刚强的样子 然有 子贡 看起来和月的样子 孔子很高兴 稍后又说 像由这样 恐怕将来不得善终 鲁人为长辅 明子谦曰 人就惯 如知和 何必改作 子曰 福人不言 言必有众 鲁国官员准备扩建叫长辅的国库 明子谦说 照着原来的规模有什么不可以 何必重新扩建 孔子说 此人很少说话 一开口就很中肯 子曰 游之色 昔为于秋之门 门人不进子路 子曰 游也 生堂已 未入于世也 孔子说 游所谈的这种色声 怎么会出现在我的门上呢 其他学生因此不尊重子路 孔子知道后说 游的修养已经登上大厅 还没有进入深奥的内室而已 子贡问 诗与商也 孔子曰 诗也过 商也不及 曰 然则 诗与于 子曰 过由不及 子贡请教 诗与商 谁比较解脱 孔子说 诗的言行过于极尽 商则稍嫌不足 子贡说 那么 诗要好一些吗 孔子说 过度与不足 同样不好 孔子 孔子 赋于周公 而求也 为之聚恋 而负义之 子曰 非无土也 小子鸣鼓 而攻之 可也 孔子的财富 超过鲁军 而染球 还在帮他聚集 收敛 更增加他的财富 孔子说 染球不是我的同道 同学们可以敲着大鼓 去批判他 柴也鱼 森也鲁 诗也辟 游也厌 柴生性愚笨 森生性迟钝 诗生性偏激 游生性鲁莽 子曰 回也其树乎 吕空 赐不受命 而获直焉 亦则吕重 孔子说 回的修养已经差不多了 可是常常穷得一文不明 赐不受官府之命 所约束 自行经商 猜测 长叠 常常准确 子章问 善人之道 子曰 不见机 亦不入于世 子章请教善人的作风如何 孔子说 不随俗从众 但是修养 也还没达到最高境界 子曰 论赌事与 君子者乎 色庄者乎 孔子说 也论赌时固然值得肯定 但也要分辨他是言行合一的君子 还是面貌显得庄重的人 子鹿问 文思行诸 子曰 有父兄在 如之何其文思行之 然有问 文思行诸 子曰 文思行之 子鹿请教 听到可以做的事就去做吗 孔子说 父兄还在 怎么能听到可以做的事就去做呢 然有问 听到可以做的事就去做吗 孔子说 听到可以做的事就去做 孔熙华约 有也问 文思行诸 子曰 有父兄在 求也问 文思行诸 子曰 文思行之 是也或 敢问 子曰 求也退 故静之 有也奸人 故退之 孔熙华说 当有请教 听到可以做的事就去做吗 老师说 父兄还在 当求请教 听到可以做的事就去做吗 老师说 听到可以做的事就去做 我有些困惑 冒昧来请教 孔子说 求比较退缩 所以我鼓励他迈进 由勇往直前 所以我让他保守些 子位于匡 言冤后 子曰 无一辱为死已 曰 子在 回何敢死 孔子被匡城的民众 所围困 言冤后来才赶到 孔子说 我以为你遇害了呢 言冤说 老是活着 回怎么敢死呢 孔子然问 纵游于染囚 可称得上是大臣吗 孔子说 我以为你是要问别的事 原来是问游与囚 所谓大臣 是以正道来服侍君主 行不通就辞职 现在游与囚二人 只可以说是专专业的臣子 约 然则 从之者于 子曰 是父与君 亦不从也 季子然说 那么 他们为命是从吗 孔子说 遇到长官杀父亲 与杀君主的事 他们也不会顺从的 子路使子高为避载 子曰 贼服人之子 子路曰 有名人焉 有社稷焉 何必读书 然后为学 子曰 事故误服宁者 子路安排子高 担任避县县长 孔子说 你这样做 害了这个年轻人 子路说 有百姓及各级官员 有土地及五谷 为什么一定要读书 才算是求学呢 孔子说 这就是我讨厌能言善辩者的缘故 子路 曾希 然有 宫西华 世作 子曰 已无一日 长忽耳 无无一也 居则曰 不无知也 如获知耳 则何以栽 子路 曾希 然有 宫西华 在旁边坐着 孔子说 我比你们 虚长几岁 你们不要因此 觉得拘谨 平日你们常说 没人理解我 如果有人了解你们 又要怎么做呢 子路率耳而对约 天圣之国 涉护大国之间 夹之以师旅 因之以积景 游也为之 必及三年 可使游泳 且之方也 夫子省之 子路立刻回答说 一千辆兵车的国家 夹在大国之间 外面有军队侵犯 国内有饥荒肆虐 如果由我来治理 只要三年 就可以使百姓变得勇敢 并且明白事理 孔子听了 唯唯一笑 求 而何如 对约 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 求也为之 必及三年 可使族名 如其礼乐 以似君子 然求 你怎么样 然有回答说 综恒六七十里 或五六十里的地方 如果让我来治理 只要三年 就可以使百姓富足 至于礼乐教化 则需等待高明的君子了 赤 而何如 对约 非约能知 愿学焉 宗庙之事 如会同 端章腹 愿为小巷烟 宗庙赤 你怎么样 宗庙华回答说 我不敢说 自己可以做到 只是想要这样学习 宗庙祭祀 或者外交盟会 我愿意穿礼服 带礼帽 担任一个小私仪 点 而何如 古色兮 坑耳 舍色而作 对约 一胡三子者之传 子曰 何生乎 亦个言 其志也 点 你怎么样 增悉弹琴的声音间隙 然后坑的一声 把色推开 站起来 站起来说 我与三位同学的说法 有所不同 孔子说 有什么妨碍呢 个人说出自己的志向罢了 曹 沐春着 春福既成 贯者 五六人 童子 六七人 欲乎 宜 风乎 五鱼 涌而归 曾希说 木春三月时 春天的衣服早就穿上了 我和五六个成人 六七个小孩 到泳水边洗洗澡 在五鱼台上吹吹风 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 夫子窥然探约 五语点也 三子者出 曾希后 曾希曰 福三子者之言何如 夫子听了赞叹了一声说 我欣赏点的志向啊 其他三位同学离开 曾希留在后面 曾希说 那么三位同学的话怎么样 子曰 亦个言其志也已矣 曰 夫子和沈游也 曰 为国以礼 其言不让 事故沈知 孔子说 个人说出自己的志向罢了 曾希接着问 老师为什么对游的话 要微笑呢 孔子说 治理国家要靠礼 他的话一点也不谦让 所以笑笑他 唯求 则非邦也 于 安建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 而非邦也 者 唯赤 则非邦也 于 宗庙会同 非诸侯而合 赤也 唯之小 孔能 唯之大 难道 酋讲的不是指国家吗 怎么看出 综合有六七十里 或五六十里的地方 不是国家呢 难道 赤讲的不是指国家吗 有宗庙祭祀和外交盟会 不是诸侯之国 会是什么 赤如果只做个小司仪 谁又能做大司仪呢 言渊 第十二 言渊问人 子曰 克己赴礼为人 一日克己赴礼 天下归人焉 为人有己 而由人乎哉 言渊请教如何行人 孔子说 能够自己做主 去实践礼的要求 就是人生正途 不论任何时候 只要能够自己做主 去实践礼的要求 天下人都会肯定 你是走在人生正途上 走上人生正途 是完全靠自己的 难道还能靠别人吗 言渊曰 请问奇目 此曰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言渊曰 回虽不敏 请示私于你 言渊说 请指点具体做法 孔子说 不合乎理的不去看 不合乎理的不去听 不合乎理的不去说 不合乎理的不去做 言渊说 我虽然不够聪明 也要努力做到这些话 众公问人 子曰 出门如见大兵 使民如成大计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在邦无愿 在家无愿 众公曰 雍虽不敏 请示私于你 众公请教如何行人 孔子说 走出家门 像去接待重要宾客 使唤百姓 像是承办重要祭典 自己不喜欢的 不要加在别人身上 在诸侯之国服务 没有人抱怨 在大夫之家服务 也没有人抱怨 众公说 我虽然不够聪明 也要努力做到这些话 司马牛问人 子曰 人者 其言也认 曰 其言也认 思位之 人已乎 子曰 为之难 言之得无认乎 司马牛 请教如何行人 孔子说 行人的人 说话非常谨慎 再问 说话非常谨慎 就可以称得上是行人了吗 孔子说 做起来很难 一般人说话 做不到非常谨慎的 司马牛问君子 子曰 君子不忧不惧 曰 不忧不惧 思位之君子已乎 子曰 内省不就 福何忧何去 司马牛请教 怎么样才是君子 孔子说 君子不忧愁 也不恐惧 再问 不忧愁也不恐惧 这样就可以称得上是君子吗 孔子说 要能自己反省 而没有任何愧疚 这样又忧愁什么 恐惧什么 司马牛幽曰 人皆有兄弟 我独无 子下曰 伤闻之矣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君子静而无师 与人恭而有礼 四海之内皆 兄弟也 君子何患乎 无兄弟也 司马牛忧愁地说 别人都有兄弟 唯独我没有 子下说 我听到的说法是 死生各有命运 富贵由天安排 君子态度认真 而言行没有差错 对人千功而往来 合乎礼节 那么四海之内的人 都可以称兄道弟 君子何必担心 没有兄弟呢 子章问明 子曰 静润之赠 夫寿之素 不行焉 可谓明也 一意 静润之赠 夫寿之素 不行焉 可谓原也 一意 子章请教 明鉴的道理 孔子说 日积月累的禅言 急迫切身的毁谤 在你这里都行不通 你可以说是有明鉴了 日积月累的禅言 急迫切身的毁谤 在你这里都行不通 你可以说是有远鉴了 子贡问正 子曰 足时 足兵 民信之以 子贡曰 必不得已而去 鱼丝三者和先 曰 去兵 子贡请教政治的做法 孔子说 是粮食充足 是军备充足 是百姓信赖政府 子贡再问 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 这三项先去掉哪一项 孔子说 先去掉军备 子贡曰 必不得已而去 鱼丝二者和先 曰 去时 自古皆有死 名无信不利 子贡又问 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 剩下二项中 哪项可以先去掉 孔子说 去掉粮食 自古以来 人总难免一死 但是百姓若不信赖政府 国家就无法存在了 孔子承约 孔子承约 君子执而已已 何以闻味 子贡曰 其乎 夫子之说 君子也 伺不及舍 闻由执也 执由闻也 虎报之阔 由犬阳之阔 孔子承说 君子只要执谱就够了 要问世做什么呢 子贡说 先生这样谈论君子 令人感到遗憾 要知道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如果问世就像直仆一样 直仆也像问世一样 那么去掉问世的话 虎报的皮就像犬阳的皮一样了 哀公问于有若曰 年姬 用不足 如之和 有若对曰 和撤乎 曰 二 无由不足 如之和其撤也 对曰 百姓族 君属与不足 百姓不足 君属与足 哀公问有若 今年收成不好 国家财用不够 怎么办呢 有若回答说 为什么不抽税 十分之一呢 爱公说 抽税十分之二 我还嫌不够用 怎么能抽税 十分之一呢 有若回答说 百姓够用的话 您怎么会不够用 百姓不够用的话 您怎么会够用 紫章问 重得便或 紫曰 主中性 喜意 重得也 爱之欲其生 物之欲其死 既欲其生 又欲其死 是或也 紫章请教 如何增进得行 与辨别迷惑 孔子说 以忠性为原则 认真实践 该做的事 这样就能增进得行 喜爱一个人 希望他活得久一点 厌恶他时 又希望他早些死去 既要他生 又要他死 这样就是迷惑 其警公问证 于孔子 孔子对曰 军军 臣臣 妇妇 子子 公曰 善哉 信如 君不君 臣不臣 妇不妇 子不子 虽有素 无德而食诸 其警公问 孔子政治的做法 孔子回答说 君要向君 臣要向臣 妇要向妇 子要向子 其警公说 说得好极了 如果君不向君 臣不向臣 腹不向腹 子不向子 即使粮食再多 我能吃得到吗 子曰 片言可以折御者 其有野鱼 子路无素诺 孔子说 仅凭片面之词 就可以断案的人 大概就是油吧 子路履行诺言 从不拖言 子曰 听诵 无由人也 必也使无诵乎 孔子说 审案 我跟别人差不多 如果一定要有所不同 我希望使诉讼案件 完全消失 子章问证 子曰 君之无倦 行之以忠 子章请教政治的做法 孔子说 在职务上不要倦怠 执行职务态度忠诚 子曰 君子博学余文 曰之以理 亦可以服判以服 孔子说 有志成为君子的人 广泛学习文献知识 在以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样也就不至于 背离人生正途了 子曰 君子成人之美 不成人之恶 小人反事 孔子说 君子帮助别人完成善行 不帮助别人完成恶行 小人正好相反 季康子问正于孔子 孔子对曰 正者正也 子帅以正 孙感不正 季康子请教孔子政治的做法 孔子回答说 正的意思就是正 您带头走上正道 谁敢不走上正道呢 季康子换道 问于孔子 孔子对曰 狗子之不欲 虽赏之不切 季康子为盗贼太多而烦恼 向孔子请教解决办法 孔子回答说 如果您不贪求财货 即使有奖励 他们也不会去偷窃 孔子问正于孔子 孔子问正于孔子曰 如杀无道 以就有道 何如 孔子对曰 子为正 焉用杀 子欲善 而名善矣 君子之得风 小人之得草 草上之风 闭眼 孔子向孔子 请教政治的做法 说 如果杀掉为非作呆的人 清净修得行善的人 这样做如何 孔子回答说 您治理国家 何必要杀人 您有心为善 百姓就会跟着为善了 政治领袖的言行表现 像风一样 一般百姓的言行表现 像草一样 风吹在草上 草一定跟着倒下 子章问 是何如斯 可谓之达矣 子曰 何灾 而所谓达者 子章对曰 在邦必闻 在家必闻 子章请教 读书人要怎么做 才可以称为通达 孔子说 你所谓通达 是什么意思 子章回答说 在诸侯任官 一定成名 在大夫之家任职 也一定成名 子曰 是闻也 非答也 福答也者 直直而好意 察言而观色 律以下人 在邦必答 在家必答 福闻也者 色取人而行为 居之不宜 在邦必闻 在家必闻 孔子说 这是成名 不是通达 通达的人 品性正直 而爱好行义 认真听人说话 与看人神色 凡事都想以谦逊自处 这样的人 在诸侯之国任官 一定通达 在大夫之家任职 也一定通达 至于成名的人 表面忠厚而实际行为 是另一回事 他还自以为是 而不疑惑 这种人 在诸侯之国任官 一定成名 在大夫之家任职 也一定成名 凡此从由于五余之下 曰 敢问崇德 修特 辩或 子曰 善哉问 先事后德 非崇德于 公其恶 无功人之恶 非修特于 一朝之愤 望其身 以及其轻 非祸于 凡此陪孔子 在五余台下游戏时 说 胆敢请教增进德行 消除积怨 与辨别迷惑 孔子说 问得好 先努力工作 然后再想报仇 不是可以增进德行吗 批判自己的过错 而不要批判别人的过错 不是可以消除积怨吗 因为一时的愤怒 你就忘记自己的处境 和亲人的安危 不就是迷惑吗 凡此问人 子曰爱人 问之 子曰知人 凡此未答 子曰 举之错诸网 能使网者职 凡此请教如何行人 孔子说 爱护别人 他在请教如何算是明智 孔子说 了解别人 凡此没有听懂 孔子说 提拔正直的人 使他们位于偏区的人之上 就可以使偏区的人 也变得正直 凡此退 见子下 曰 相也 无见于夫子 而问之 子曰 举之错诸网 能使网者职 何谓也 凡此退出房间 看到子曰说 刚才我去见老师 向他请教 什么是明智 老师说 提拔正直的人 使他们位于偏区的人之上 就可以使偏区的人 也变得正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子曰曰 负哉言呼 顺有天下 选于众 举高尧 不仁者愿意 汤有天下 选于众 举一颖 不仁者愿意 子曰说 这句话真是含义 丰富啊 顺统治天下时 从众人中挑选 提拔了高尧 不走正路的人 就自然疏远了 汤统治天下时 从众人中挑选 提拔了阴影 不走正路的人 就自然疏远了 子曰问有 子曰 忠故而善导之 不可择止 无字入焉 子曰请教交友之道 孔子说 朋友有过错 要真诚相告 委婉劝导 他若不肯听从 就闭口不说 以免自取其辱 曾子曰 君子以文会友 已有辅人 曾子说 君子以谈文论意 来与朋友相聚 再以这样的朋友 来帮助自己 走上人生正途 子录第十三 子录问政 子曰 先知 劳之 请义 曰 无倦 子录请教政治的作法 孔子说 自己带头做事 同时使百姓勤劳工作 子录请问 进一步的作为 孔子说 不要倦怠 众公为记事在 问政 子曰 先有私 设小过 举贤财 曰 焉知贤财 而举之 子曰 举而所知 而所不知 人其舍诛 众公担任 记事的总管 向孔子请教政治的作法 孔子说 先则成各级官员认识 不计较他们的小过失 提拔优秀的人才 众公问 怎么才能认出优秀人才 进而与提拔呢 孔子说 提拔你所认识的 你不认识的 别人难道会错过吗 子录曰 为君代子而为政 子将息先 子曰 必也正名乎 子录曰 有事哉 子之于也 息其政 子录说 如果为君请您 去治理国政 您要先做什么 孔子说 一定要我做的话 就是纠正名分了 子录说 您未免太愚阔了吧 有什么好纠正的呢 子曰 也在有也 君子于其所不知 盖缺如也 名不正 则言不顺 言不顺 则事不成 事不成 则礼乐不兴 礼乐不兴 则刑罚不重 刑罚不重 则名无所措手足 孔子说 你真是鲁莽啊 君子对于自己不懂的事情 应该保留不说 名分不纠正 言语就不顺当 言语不顺当 公务就办不成 公务办不成 礼乐就不上轨道 礼乐不上轨道 刑罚就失去一定标准 刑罚失去一定标准 百姓就黄黄然 不知所措了 故君子明知 必可言也 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于其言 无所苟而一意 因此 君子使用任何名词 来表示名分 一定要让他 可以说得顺当 说得出来的 一定让他可以行得通 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论 要求做到一丝不苟罢了 凡池请学驾 子曰 吾不如老农 请学为谱 曰 吾不如老谱 凡池出 凡池请教学习农耕之事 孔子说 我比不上有经验的农夫 他又请教学种蔬菜 孔子说 我比不上有经验的菜农 凡池离去 孔子曰 小人哉 凡须也 上号礼 则名莫感不敬 上号义 则名莫感不服 上号信 则名莫感不用情 不如是 不如是 则四方之名 抢父 其子 而致以 焉用嫁 孔子说 凡池真是个没志气的人 在上尉的人爱好理智 百姓就没有敢不尊敬的 在上尉的人爱好道义 百姓就没有敢不服从的 在上尉的人爱好诚信 百姓就没有敢不实在的 能做到这样 四方的百姓就会背着小孩 投奔过来了 又怎么用得到农耕呢 子曰 宋诗三百 受之以正 不达 事于四方 不能专对 虽多 一息以为 孔子说 熟读诗经三百篇 给他政治任务 没有顺利办成 派他出使外国 不能独当一面 这样念书再多 又有什么用处呢 子曰 其身正 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 虽令不从 孔子说 政治领袖本身行为端正 即使不下达命令 百姓也会走上正途 如果他自己行为不端正 即使下令要求 百姓也不会照着做 子曰 鲁魏之政 兄弟也 孔子说 鲁魏两国就政治上来说 其实是兄弟呀 子曰 魏公子经 善居士 时有曰 狗何以 少有曰 狗玩以 富有曰 狗没以 孔子谈到魏国的公子经 说 他很懂得居家的道理 开始有房子住 就说 真的是够用了 房子稍有装潢 就说 真的是完备了 房子一印俱全 就说 真的是完美了 子是华 子是卫 然有仆 子曰 树以灾 然有曰 既树以又何加烟 曰 富之 曰 既富以又何加烟 曰 教之 孔子去卫国 然有为他驾车 孔子说 这里人口真多啊 然有说 人口多了 接着应该做什么 孔子说 使他们富裕 然有说 如果已经富裕了 还应该做什么 孔子说 教育他们 孔子曰 苟友用我者 积月而已 可也 三年有成 孔子说 如果有人任用我的话 只要一年 就可以略据规模 三年就会成效显著 孔子曰 善人为邦百年 亦可以生残 去杀矣 承灾誓言也 孔子说 行善之人 治理国政 连续一百年下来 也可以做到化解残暴 去除杀戮了 这句话说得对呀 子曰 如有王者 必逝而后人 孔子说 如果出现理想的君主 也一定需要三十年 才能使百姓 走上人生正途 孔子曰 苟正其身已 于从正乎何有 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和 孔子说 真能端正自身的行为 从正做官 有什么困难 不能端正自身的行为 又怎么使别人 又怎么使别人端正呢 若子退朝 子曰 何燕也 对曰 有正 子曰 其事也 如有正 虽不无以 无其欲闻之 若有退朝回来 孔子说 今天怎么这么晚呢 若有回答 有正物 孔子说 那只是事物吧 如果是正物 虽然现在朝廷用不着我 我也会知道情况的 定公问 一言而可以心邦 有诸 孔子对曰 言不可以弱势 其机也 人之言曰 为君难 为臣 不易 如之为君之难也 不几乎一言而心邦忽 定公问 一句话可以使国家兴旺 有这样的事吗 孔子回答 话不可以说得这么武断 以近似的程度看 有一句话是说 做君主很难 做臣 也不容易 如果知道做君主很难 不是进于一句话 就可以使国家兴盛吗 曰 一言而丧邦 有诸 孔子对曰 言不可以弱势 其机也 人之言曰 于无乐乎为君 为其言而莫于为也 定公又问 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 有这样的事吗 孔子回答 话不可以说得这么武断 以近似的程度看 有一句话是说 我做君主没有什么快乐 除了我的话 没有人违背之外 如其善而莫之为也 如果说的话是对的而没有人违背 不也很好吗 如果说的话是不对的而没有人违背 不是进于一句话可以使国家衰亡吗 社工问证 子曰 近者月 远者来 社工请教政治的做法 孔子说 使境内的人高兴 使境外的人来归 此下为举付载 问证 此曰 无欲速 无见小利 欲速则不达 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此下担任举付的县长 请教政治的做法 孔子说 不要想要很快收效 也不要只看见小的利益 想要很快收效 反而达不到目的 只看小的利益 反而做不成大事 社工遇孔子曰 无党有职工者 其父攘阳 儿子正之 孔子曰 无党之职者 异于是 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 职在其中隐 社工告诉孔子 我们乡里有个正直的人 名叫公的 他父亲偷了羊 他亲自去检举 孔子说 我们乡里正直的人 做法不同 父为子隐瞒 子为父隐瞒 这里面自然就有正直了 凡职问人 此曰 居储公 执事尽 与人中 虽之遗迪 不可弃也 凡此请教如何行人 孔子说 平时态度庄重 工作认真负责 与人交往真诚 即使到了偏远落后的地区 也不能没有这几种德行 此共问曰 何如思可谓之事已 子曰 行己有耻 事于四方 不入君命 可谓事已 曰 敢问其次 曰 宗族称孝燕 相当称辟燕 子共请教 要具备什么条件 才可以称为事 孔子说 本身操守廉洁而支持 出使外国不负君主所托 就可以称为事了 子共说 强请教次一等的表现 孔子说 宗族的人称赞他孝顺父母 乡里的人称赞他尊敬长辈 曰 甘问其次 曰 言必信 行必果 坑坑然 小人哉 意义可以为次已 曰 今之从政者 何如 子曰 一 斗烧之人 何足算也 子共说 想请教再次一等的表现 孔子说 说话一定要守信 行动一定有结果 这种一板一眼的小人 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事了 子共再问 当前的政治人物怎么样 孔子说 一 这些人的气势像是厨房里的小用具 算得了什么 子曰 不得忠行而与之 必也狂倦乎 狂者进取 倦者有所不为也 孔子说 找不到行为适中的人来交往 就一定要找到至向高远 或洁身字号的人 至向高远的人奋发向上 结身字号的人有所不为 子曰 男人有言曰 人而无恒 不可以做巫医 善服 不恒其德 或成之修 子曰 不战而已已 孔子说 南方人有句话 一个人没有恒心的话 连巫医也治不好他的病 这句话说得好 一经横挂的谣词说 实践德行 缺乏恒心 常常招来羞辱 孔子说 不靠占卜 也可以知道了 子曰 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 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说 君子协调差异 而不强求一致 小人强求一致 而不协调差异 子共问曰 乡人皆好之 何如 子曰 未可也 乡人皆物之 何如 子曰 未可也 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 其不善者物之 子共请教说 全乡的人都喜欢他 这样的人怎么样 孔子说 命不可取 子共再问 全乡的人都讨厌他 这样的人怎么样 孔子说 也不可取 比较可取的是 全乡的好人都喜欢他 坏人都讨厌他 子曰 君子义事而难越也 月知不已道 不越也 及其使人也弃之 小人难事而易越也 月知虽不已道 越也 及其使人也 求备一烟 孔子说 君子容易服事 而很难讨好 不以正当途径去讨好 他不会高兴 但是等到用人时 他会按照才干去认命 小人很难服事 小人很难服事而容易讨好 不以正当途径去讨好 他也会高兴 但是等到用人时 他会全面要求 百般挑剔 孔子替 孔子替 孔子说 孔子说 孔子输太而不骄傲 小人骄傲而不输太 孔子说 刚强 果爵 朴实 口拙 这样就接近人生正途了 孔子路问曰 何如思可谓之事已 孔子曰 窃窃思思 宜宜如也 可谓是已 朋友窃窃思思 兄弟宜宜 孔子替 孔子替 要怎么样才可以称为读书人呢 孔子说 相互切脱勉力 彼此和睦共处 就可以称为读书人了 朋友之间相互切脱勉力 兄弟之间彼此和睦共处 孔子曰 善人交明七年 亦可以极容易 孔子说 行善的人教导百姓七年之久 应该也可以让他们拿起武器 保卫国家了 孔子曰 以不叫明战 是为弃之 孔子说 让没有受过教育 与训练的百姓去打仗 就等于是遗弃他们 献问第十四 献问耻 子曰 邦有道 谷 邦无道 谷 耻也 克 罚 愿 欲不行焉 可以为人矣 子曰 可以为难矣 人 则无不知矣 原献 原献请教什么是耻辱 孔子说 国家上轨道才可以当官领奉路 国家不上轨道而当官领奉路 就是耻辱 原献又问 好胜 自夸 怨恨 贪婪 这几种毛病都能免除 可以算是行人吗 孔子说 可以算是困难的事 至于是否行人 我还不能确定 子曰 事而怀居 不足以为事已 孔子说 读书人留恋安逸的生活 就没有资格做个读书人了 子曰 邦有道 为言 为信 帮无道 为信 言训 孔子说 国家上轨道应该说话正直 行为正直 国家不上轨道应该行为正直 说话委婉 子曰 有德者必有言 有言者不必有德 忍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人 孔子说 有德行的人一定能说出有价值的话 说出有价值的话的人 却不一定有德行 行人的人一定有勇气 勇敢的人却不一定能行人 南宫廓问于孔子替 义善舍 奥当州 拥不得 奥当州 拥不得其死然 与 季公驾 而有天下 夫子不达 南宫廓出 子曰 君子 灾若人 上德 灾若人 南宫廓请教孔子 义善于射箭 奥善于水上作战 最后都不能寿终正起 鱼以寄 亲自下田耕种 最后却得到天下 孔子听了没有回答 南宫廓出句后 孔子说 这个人真是个君子 这个人真崇尚德行 子曰 君子而不仁者 有以乎 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孔子说 君子做不到 择善固执的例子 是有的 但是从来没有小人 会择善固执的 子曰 爱之 能误劳乎 忠焉 能误悔乎 孔子说 爱护一个人 能不为他操劳吗 真诚对待他 能不给他规劝吗 子曰 唯命 疲臣草创之 世俗讨论之 行人子语修士之 东里子产润色之 孔子说 郑国要发布外交文件时 先由疲臣拟定文稿 再经世俗斟酌推敲 然后外交官 子语修改调整 最后由东里的子产 再做润色 完稿的工作 或问子产子曰 惠人也 问子曦曰 笔哉笔哉 问管仲 曰 人也 夺博士便宜三百 半书时 莫齿无怨言 有人请教如何评价资产 孔子说 他是个照顾百姓的人 再请教如何评价子曦 孔子说 他就是那样 他就是那样 又请教如何评价管仲 孔子说 他是个行人的人 他分得博士的三百户便宜 让博士只能吃粗食 但是却终身没有抱怨他的话 子曰 贫而无怨难 富而无交易 孔子说 贫穷而不抱怨很难 富裕而不骄傲比较容易 子曰 梦功错 为赵未老则忧 富可以为藤靴大夫 孔子说 孟功错担任晋国赵亲与魏亲的家臣 可以游刃有余 但是却没有办法担任藤与靴这些小国的大夫 子路问成人 子曰 若赵无众之志 功错之不欲 便庄子之勇 染求之义 问之以礼乐 亦可以为成人以 子路请教怎么样才是理想的人 孔子说 明智像赵无众 但博无欲像功错 勇敢像便庄子 多才对意上染求 再用礼乐来加以问世 也可以算是理想的人了 约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建立私益 建为寿命 久妖不忘平生之言 亦可以为成人以 又说 现在所谓理想的人何必这样呢 看到利益就想该不该得 遇到危险 愿意牺牲生命 长期处于穷困 也不忘记平生期许自己的话 也可以算是理想的人了 子问公熟文子 于公明甲曰 姓乎 夫子不言 不孝 不娶乎 孔子向公明甲问到公熟文子 他说公熟先生平常不说话 不孝 也不拿取财物 是真的吗 公明甲对曰 已告者过也 夫子时 然后言 人不厌其言 乐 然后笑 人不厌其笑 亦 然后取 人不厌其取 子曰 其然 其其然乎 公明甲回答说 这是传话的人 说得太夸张了 公熟先生 在适当的时候 才说话 别人不讨厌 他说话 真正高兴了 才笑 别人不讨厌 他笑 应该拿取的财物 他才拿取 别人不讨厌 他拿取 孔子说 你说得好 但是真有 像你说得 那么好吗 子曰 三五众 以防 求为厚于鲁 虽曰 不邀君 无不信也 孔子说 三五众 具有防尘石 请求为他的家族 在鲁国 策立后代 即使他说 自己没有邀侠鲁君 我是不相信的 子曰 静闻公 绝而不正 西桓公 正而不绝 孔子说 静闻公 善用全盟 而不寻正途 其桓公 依寻正途 而不用全盟 子路曰 桓公 杀公子 丘 少乎死之 管仲不死 曰 为人乎 子曰 桓公 九和诸侯 为兵 居 管仲之力也 如其人 如其人 子路说 其桓公 杀了公子 就少乎为子 而自杀 管仲却仍然活着 接着又说 这样不算是 合乎行人的要求吧 孔子说 其桓公多次 主持诸侯会盟 是天下没有战事 都是管仲 努力促成的 这就是他的 行人表现 这就是他的 行人表现 子共曰 管仲 非人 非人 者 于 桓公杀 公子 丘 不能死 又 向之 子共说 管仲不算是 行人的人 罢 桓公杀了 公子 丘 他不但没有 以身 殉难 还去辅佐 桓公 子曰 管仲 向桓公 罢诸侯 一框天下 明道于今 受其次 为管仲 无其批乏 所任意 岂若匹夫匹夫 之为量也 自今于勾渡 而莫之之也 孔子说 管仲辅佐桓公 称罢诸侯 一举而使天下 得到框正 百姓到今天 还在承受 他的恩惠 如果没有管仲 我们恐怕 已经沦为遗迪 披头散发 穿着左边 开口的衣襟了 他难道应该 像坚守 扫兴的平凡人一样 在山沟中自杀 死了还没有人 知道吗 公熟文子 之臣 大呼传 与文子 同生诸公 子文之曰 可以为文以 公熟文子的 加大臣传 由于文子的推荐 升任朝廷大夫 一起为国服务 孔子听到了这件事 说 这样可以 视为文了 子言 魏林宫之无道也 康子曰 福如是 昔而不丧 孔子曰 众属语 至宾客 铸佛 至宗庙 王孙甲 至君旅 福如是 昔其丧 孔子谈到 魏林宫 种种偏差的作为 季康子说 既然如此 为什么他还不拜王 孔子说 他有众属语 负责外交 铸佛 掌祭祀 王孙甲 统帅军队 能够如此 怎么会拜王 子曰 其言之不作 则为之也难 孔子说 轻易开口 而不觉惭愧的 做起来一定不容易 陈成子 誓简公 孔子沐浴而朝 告于哀公曰 陈恒誓其君 请讨之 公曰 告福三子 陈成子杀了其简公 孔子摘见沐浴之后 上朝向鲁哀公报告 陈恒杀了他的君主 请您出兵讨伐 爱公说 你去向三亲报告吧 孔子曰 以无从大夫之后 不敢不告也 君曰 告福三子者 知三子告不可 孔子曰 以无从大夫之后 不敢不告也 孔子说 因为我曾担任大夫 不敢不来报告啊 君主却说 去向三亲报告吧 孔子去向三亲报告 但是他的建议不被采纳 孔子说 因为我曾担任大夫 不敢不来报告啊 子路问世君 子曰 勿欺也 而犯之 子路请教如何服侍君主 孔子说 不要欺骗他 而要直言尽见 孔子说 君子不断上进 实践道义 少人放纵欲望 追求利益 孔子说 古代的学者认真修养自己 现在的学者 一心想要炫耀 瞿博欲使人于孔子 孔子与之坐而问焉 曰 夫子何为 对曰 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 使者出 子曰 使乎 使乎 瞿博欲派人向孔子问候 孔子请他坐下来谈话 说 瞿先生进来在做什么 他回答说 瞿先生想减少过错 却还没有办法做到 使者离开后 孔子说 好一个使者 好一个使者 子曰 不在其位 不谋其政 曾子曰 君子思不出其位 孔子说 不是担任某一职位 就不去设想那个职位的业务 曾子说 君子的思虑 以他自己的职位为范围 子曰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孔子说 君子认为自己如果说得多而做得少 是一件可耻的事 子曰 君子道者三 我无能焉 忍者不忧 智者不惑 勇者不拒 子共曰 夫子自道也 孔子说 君子所上网的三种境界 我还没有办法做到 行人的人不忧虑 明智的人不迷惑 勇敢的人不惧怕 子共说 这是老师对自己的描述啊 子共方人 子曰 次也贤乎哉 扶我 则不暇 子共评论别人的优劣 孔子说 次已经很杰出了吗 要是我就没有这么空闲 子曰 不换人之不己之 换其不能也 孔子说 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 只担心自己没有能力 子曰 不逆诈 不义 不信 以先觉者 是贤乎 孔子说 不要怀疑别人将会欺骗 不要猜测别人将会失信 但是如果能及早发觉这些状况 这样的人真是杰出啊 为生母为孔子曰 秋何谓是七七者余 无乃为宁乎 孔子曰 悲感为宁也 吉顾也 为生母对孔子说 你这样修饰威仪是为了什么 该不是为了讨好别人吧 孔子说 我不敢想要讨好别人 只是厌恶固陋而已 孔子曰 既不称其力 称其得也 孔子说 千里马称为既 不是赞美他的利器 而是赞美他的风格 或曰 以德报怨何如 孔子曰 何以报德 以直报怨 以德报德 有人说 以恩惠来回应怨恨 这样如何 孔子说 那么 要以什么来回应恩惠呢 应该以正直来回应怨恨 以恩惠来回应恩惠 孔子曰 莫我知也福 孔子曰 何谓其莫知子也 孔子曰 不怨天 不由人 下学而上达 知我者 其天乎 孔子说 没人了解我啊 孔子说 为什么说 没人了解老师呢 孔子说 不怨恨天 不责怪人 广泛学习 世间的知识 进而领悟 深奥的道理 了解我的 大概只有天吧 孔伯辽 诉子路于继孙 子补景伯已告 约 夫子固有祸 置于孔伯辽 无力 由能似诸 侍朝 孔伯辽 在继孙面前 毁谤子路 子补景伯 告诉孔子这件事 说 季亲的想法 已经被孔伯辽 受迷惑了 不过现在 我还有能耐 对付他 让他的尸首 在街头示众 子曰 道之将行也于 命也 道之将废也于 命也 公伯辽 其如命合 孔子说 政治理想 果真实现的话 那是命运决定的 政治理想 最后幻灭的话 那也是命运决定的 公伯辽 怎么能左右命运呢 子曰 闲者 避世 其次避地 其次避色 其次避言 子曰 作者 欺人矣 孔子说 杰出的人才 避开 污浊的天下 也有避开 混乱的社会 再有的避开 丑陋的嘴脸 还有的避开 无理的言语 孔子说 这样做的人 已经有七位了 子路 宿于石门 城门曰 西字 子路曰 自孔氏 曰 是知其不可 而为之者余 子路在石门 过了一夜 第二天清早入城 守门者问 从哪来 子路说 从孔家来的 守门者说 是那位明知行不通 还一定要去做的人吗 此即庆余味 有鹤馈 而过孔氏之门者 曰 有心灾 即庆乎 继而曰 笔灾 坑坑乎 莫己之也 思已而遗矣 身则利 浅则弃 子曰 果灾 莫之难以 孔子留居 卫国时 某日 正在急庆 有一个挑着草框的人 从门前经过 说 庆生里 还有生意呀 停了一下 又说 声音坑坑的 太执着了 没有人了解自己 就放弃算了 水深的话 穿着衣服走过去 水浅的话 撩起衣服走过去 孔子说 有这种坚决 气势之心 就没有什么困难了 子章曰 书云 高宗良安 三年不言 何谓也 子曰 何必高宗 古之人 皆然 君轰 百官总己 已听于 总载三年 子章说 书经上说 因高宗守孝时 住在 守商的屋里 三年不说话 这是什么意思呢 孔子说 不只是 因高宗 古人都这样 国君死了 新君三年 不问政治 所有的官员 各居其职 听命于宰相 子曰 上号礼 则明 一时也 孔子说 政治领袖 爱好理智 百姓就容易 接受指挥 子路问君子 子曰 子路请教 怎么样才是君子 孔子说 修养自己 以致能认真谨慎的 面对一切 子路再问 这样就够了吗 孔子说 修养自己 以致能安顿 四周的人 子路又问 这样就够了吗 孔子说 修养自己 以致能安顿 所有的百姓 修养自己 以致能安顿 所有的百姓 姚舜 也会觉得 这是很难做到的事啊 圆壤 疑似 子曰 幼儿不讯替 长而无树烟 老而不死 是位贼 以杖扣其井 原让伸开两腿 坐在地上 等孔子来 孔子说 你年少时不谦逊 也不有爱 长大了 没有什么值得 传述的贡献 现在这么老了 还不死 真是伤害了 做人的道理 说完 用拐杖 敲他的小腿 却党童子 将命 获问之曰 义者于 子曰 无见其居于谓也 见其与先生并行也 非求义者也 与速成者也 却党的一个少年 来传达信息 有人谈到他 就问 他是恳求上进的人吗 孔子说 我看他坐在大人的位子上 又见他与长辈并肩而行 这不是一个想求上进的人 而是一个想走捷径的人 魏林宫 第十五 魏林宫问证于孔子 孔子对曰 祖斗之事 则常文之矣 军旅之事 魏之学也 明日遂行 魏林宫向孔子询问 有关作战布阵的方法 孔子回答说 礼仪方面的事 我是曾经听说过的 军队方面的事 却不曾学习过 第二天 他就离开了魏国 在城绝粮 纵者病 莫能心 子路运见曰 君子亦有穷乎 子曰 君子故穷 小人穷思烂宜 孔子在城国断粮时 跟随他的人病倒了 没有办法起床 子路带着怒气来见孔子 说 君子也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吗 孔子说 君子走投无路时 仍然坚持原则 换了是小人 就胡作非为了 子曰 四也 如以鱼 为多学 而是知者鱼 对曰 然 非鱼 曰 非也 鱼一以贯之 孔子说 四 你以为我是广泛学习 并且记住各种知识的人吗 子公回答说 是啊 难道不是吗 孔子说 不是的 我是用一个中心思想来贯穿所有的知识 孔子曰 孔子曰 知德者 嫌疑 孔子说 由 了解德行修养意义的人 很少啊 孔子曰 无所事事事 而治好天下的人 大概就是顺法 他做了什么呢 只是以端庄 恭敬的态度 坐在王位上罢了 子章问行 子曰 言中信 行赌尽 虽瞒末之邦 行矣 言不中信 行不赌尽 虽周理 行忽哉 利 则见其参与前也 再于 则见其 矣于横也 不 然后行 子章 书诸生 子章请教 怎么样可以行得通 孔子说 说话真诚 而守信 做事踏实 而认真 即使到了南满北敌 这些外邦 也可以行得通 说话不诚 而无信 做事虚浮 而草率 即使在自己 本乡本土 难道可以行得通吗 这样的时候 又好像看到 这几个字 排列在眼前 坐在车中 又好像看到 这几个字 展示在横幕上 这样才能够行得通 子章把这句话 写在大一带上 子曰 直哉始于 帮有道 如始 帮无道 如始 君子哉 瞿薄欲 帮有道 则是 帮无道 则可卷 而怀之 孔子说 真是正直啊 始于这个人 正至上轨道时 言行像剑一样直 正至不上轨道时 言行也像剑一样直 真是君子啊 瞿薄欲这个人 正至上轨道时 出来做官 正至不上轨道时 可以安然隐藏自己 子曰 可与言 而不与之言 失人 不可与言 而与之言 失言 智者 不失人 亦不失言 孔子说 可以同他谈话 却不去同他谈话 这样就错过了人才 不可以同他谈话 却去同他谈话 这样就浪费了言词 明智的人 既不错过人才 也不浪费言词 子曰 智世人人 无求生 以害人 有杀生 以成人 孔子说 有智者 与行人者 不会为了活命 而背弃人生理想 却肯牺牲生命 来成就人生理想 子贡问为人 子曰 功欲善其事 必先立其器 居士邦也 是其大夫之贤者 有其事之仁者 子贡请教如何走上人生正途 孔子说 工人想要做好他的工作 一定要先磨砺他的器具 住在一个国家 要侍奉贤良卓越的大夫 结交努力行人的人士 严渊问为邦 子曰 行下之时 成英之路 福州之勉 月则少五 放正生 运宁人 正生银 宁人待 严渊请教治理国家的方法 孔子说 以循下朝的立法 乘坐英朝的车子 带着周朝的礼貌 音乐就采用勺与舞 排除郑国的乐曲 远离阿语的小人 郑国的乐曲是迷迷之音 阿语的小人会带来危险 子曰 人无远虑 必有近忧 孔子说 一个人不做长远的考量 一定会有很快就到来的烦恼 子曰 以以乎 无畏见浩德 如浩色者也 孔子说 算了吧 我不曾见过爱浩德行 像爱浩美色的人 子曰 张文仲 其切位者于 知柳下慧之贤 而不与利也 孔子说 张文仲是个做官不负责的人 他明知柳下慧有卓越才德 却不给他适当官位 子曰 子曰 公自厚 而博责于人 则远远矣 孔子说 责备自己多 而责备别人少 就可以远离怨恨了 子曰 不曰 如之河 如之河者 不莫如之河也 以以 孔子说 不说 怎么办 怎么办 来提醒自己的人 我对他也不知道 怎么办才好 子曰 群居终日 言不及意 好行小会 难以灾 孔子说 一群人整天相处在一起 说的是无观道义的话 又喜欢卖弄小聪明 实在很难走上人生正途 子曰 君子义以为直 理以行之 训以出之 信以成之 君子哉 孔子说 君子以道义为内心坚持的原则 然后以合理的方式去实施 用谦逊的言词说出来 再诚信的态度去完成 这样做 真是个君子啊 子曰 君子并无能焉 不并人知不己知也 孔子说 君子责备自己没有能力 不责怪别人不了解自己 孔子曰 孔子说 君子极末世 而名不称焉 孔子说 君子引以为悍的是 临到死时 没有好名声 让人称述 孔子说 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 孔子说 君子要求的是自己 小人要求的是别人 孔子曰 君子精而不争 群而不挡 孔子说 君子自重而不与人争斗 和群而不成帮结派 孔子曰 君子不以言举人 不以人废言 孔子说 君子不因为一个人话说得好 就提拔他 也不因为一个人操守不好 就默示他的话 孔子问曰 有一言 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乌 子曰 其数乌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子贡请教 有没有一个字 可以让人终身奉行的呢 孔子说 应该是数吧 自己所不要的一切 就不去加在别人身上 子曰 无知于人也 谁毁谁欲 如有所欲者 岂有所适宜 私明也 三代之所以 直到而行也 孔子说 我对于别人曾经贬义了谁 又称赞了谁 如果是我所称赞的 一定是经过了某些检验 同样都是百姓 下商周三代的人 就是以这种方法 坦然走在正路上 子曰 吾由己 史之缺文也 油麻者 借人成之 今无以福 孔子说 我还能看到史书里存疑的地方 就像有马的人 自己不会骑 就借给别人骑一样 现在看不到这种情形了 子曰 巧言乱德 小不忍 则乱大蒙 孔子说 动听的言语 足以混淆道德判断 小事情不能忍耐 就会搅乱大的计划 子曰 众物之 必查焉 众号之 必查焉 孔子说 大家讨厌的人 我们一定要仔细考察 才做判断 大家喜欢的人 我们也一定要仔细考察 才做判断 子曰 人能红道 非道红人 孔子说 人可以弘扬人生理想 而不是靠人生理想 来弘扬人 子曰 过而不改 是为过瘾 孔子说 有了过错 却不改正 那才叫做过错 子曰 无常终日不时 终夜不寝 以思 无意 不如学也 孔子说 我曾经整天不吃 整夜不睡 全部时间用于思考 可是没有什么益处 还不如去学习呀 子曰 君子 君子谋道 不谋实 庚也 哪在其中已 学也 路在其中已 君子 忧道 不忧平 孔子说 君子追求的是人生理想 而不是衣食 无缺 认真 认真 公田 自然得到了食物 认真 学习 自然得到了俸禄 君子挂念的是人生理想 而不是贫困生活 子曰 至极之 人不能守之 虽得之 必失之 至极之 人能守之 不庄以利之 则名不尽 至极之 人能守之 庄以利之 动之不以礼 为善也 孔子说 以明智获得百姓的支持 如果仁德不足以保住他们 那么即使得到了 也必然会失去 以明智获得百姓的支持 仁德又足以保住他们 如果不以庄重的态度来治理 他们就不会认真谨慎 以明智获得百姓的支持 仁德又足以保住他们 在庄重的态度来治理 如果动员时 没有合乎礼仪的要求 还是不够完美 子曰 君子不可小之 而可大受也 小人不可大受 而可小之也 孔子说 君子没有办法 在小地方显示才干 却可以接受重大的任务 小人没有办法 接受重大的任务 却可以在小地方显示才干 子曰 明智于人也 胜于水火 水火 无见道而死者已 未见道人而死者也 孔子说 百姓需要走上人生正途 胜过需要水 胜过需要水与火 为了得到水与火 我见过有人牺牲了生命 但是却不曾见过 有人为了走上人生正途而死的 孔子曰 当人不让于失 孔子说 遇到人生正途上该做的事 即使对老师也不必谦让 孔子说 君子真而不量 孔子说 君子坚持大的原则 而不均利于小性 孔子曰 侍君 尽其事 而后其时 孔子说 侍奉君主 认真做好分内工作 然后才想到俸禄 孔子曰 有教无类 孔子说 我在教学时 一视同仁 不会区分学生的类别 孔子曰 道不同 不相为谋 孔子说 人生理想不同的话 不必互相商议 孔子曰 辞答而一意 孔子说 言辞能做到答意就可以了 师面见 即接 孔子曰 接也 即席 子曰 席也 接坐 子告之曰 某在司 某在司 师面来见孔子 走到台阶前 孔子说 这是台阶 走到坐席前 孔子说 这是坐席 坐定之后 孔子告诉他 某人在这里 某人在这里 师面出 子章问 子章问曰 与诗言之道 于 子曰 然 故相识之道也 孔子 孔子说 这确实是与忙者说话的方式吗 孔子说 是的 这确实是与忙者说话的方式啊 孔子 孔子 第十六 孔子将罚专于 然有记录 然有记录 鉴于 孔子 曰 季氏将有事于专于 季氏准备攻打专于 然有记录 来尽孔子 说 季氏准备对专于 用兵了 孔子曰 求 无奈 而是过于 扶专于 习者先王 以为东盟主 且在邦狱之中以 是社稷之陈业 何以乏为 孔子说 求 难道这不该责怪你吗 这个专于 以前先王任命他主持东盟山的祭祀 并且领地在鲁国的国境中 是鲁国的附庸凡属 为什么要攻打他呢 然有曰 夫子欲知 无二臣者皆不欲也 然有说 是季孙想要这么做的 我们两个做臣下的都不赞同 孔子曰 求 周润有缘曰 成立就裂 不能折指 为而不迟 颠而不服 则将应用笔相矣 且 而言过矣 虎似出于啥 归欲毁于独中 是谁之过瑜 孔子说 求 周润说过一句话 能够贡献力量 才去救任职位 做不到的人就下台 看到忙着遇到危险 而不去保护 快要摔倒而不去参服 那么这样的助手又有什么用呢 你的话真是说错了 老虎 老虎与野牛逃出了柵栏 龟壳与美玉在柜子里毁坏了 这是谁的过失呢 然有曰 金福专于 故而尽于碧 金不取 后世必为子孙悠 然有说 眼前这个专于 城墙坚固又离碧城很近 现在不占据他 将来一定会给子孙留下后患 孔子曰 求 君子疾福 舍曰欲知而必未知词 秋也闻 有国有家者 不患寡而患不君 不患贫而患不安 孔子说 求 君子就讨厌那种 不说自己贪心 而一定要找借口的人 我听说过 诸侯与大夫不担心人口太少 只担心社会不安 不担心人民贫穷 只担心财富不均 盖 君无贫 何无寡 安无亲 福如是 故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 以来之 既来之 得安之 因为如果财富平均 便无所谓贫穷 人民和谐相处 就不会觉得人少 社会安定 就不会轻微 能做到这样 远方的人如果还不胜服 就致力于礼乐教化 使他们自动来归 来归之后 就要安顿他们 今游与求也 相夫子 远人不服 而不能来也 邦分封离析 而不能守也 而谋动干戈 于邦内 无恐祭孙之忧 不在专于 而在消强之内也 现在游与求 辅助祭孙 远人不顺服 没有办法 让他们自动来归 国家风风离析 却没有办法保全 反而想在国境之内 发动战争 我只怕 祭孙所忧虑的 不在专于 而在鲁军 孔子曰 天下有道 择礼乐征伐 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 择礼乐征伐 自诸侯出 自诸侯出 盖时事 稀不失矣 孔子说 天下正至上轨道 至礼作乐 与出兵征伐 都由天子决定 天下正至不上轨道 至礼作乐 与出兵征伐 就由诸侯决定 由诸侯决定的话 大概传到时代 就很少能持续的 自大夫出 五事稀不失矣 陪臣执国命 三事稀不失矣 天下有道 则正不再大夫 天下有道 则数人不义 有大夫决定的话 传到五代 就很少能持续的 大夫的家臣 把持朝政的话 传到三代 就很少能持续的 天下政治上轨道 国家政权 不会落在大夫手上 天下政治上轨道 一般百姓 一般百姓不会议论 纷纷 孔子曰 陆之去公事 五事已 正代于大夫 四事已 故服三环之子孙 为已 孔子说 国家政权 离开鲁军之手 已经五代了 政权由大夫 把持 已经四代了 所以三环的子孙 现在也衰微了 孔子曰 义者三有 损者三有 有直 有量 有多文 意义 有偏僻 有善柔 有偏宁 损义 孔子说 三种朋友有意 三种朋友有害 与正直的人交朋友 与诚信的人交朋友 与见多识广的人交朋友 那是有意的 与装腔做事的人交朋友 与谄媚奉淫的人交朋友 与巧言善变的人交朋友 那是有害的 孔子曰 义者三乐 损者三乐 乐节礼乐 乐道人之善 乐多贤友 意义 乐交乐 乐意游 乐艳乐 损义 孔子说 三种快乐有意 三种快乐有害 以得到礼乐的调节为乐 以述说别人的优点为乐 以结交许多良友为乐 那是有意的 以骄傲自满为乐 以纵情游荡为乐 以饮食欢聚为乐 那是有害的 孔子曰 事与君子有三千 言为吉之而言 为之造 言吉之而不言 为之隐 为见颜色而言 为之骨 孔子说 与君子相处 要注意三种过失 要注意三种过失 不到该说话的时候就说了 叫做急躁 到了该说话的时候不说 叫做隐瞒 没看到对方的脸色反应就说了 叫做眼瞎 孔子曰 君子有三戒 少之时 血气未定 戒之在色 及其壮也 血气方刚 戒之在斗 及其老也 血气济衰 戒之在德 孔子说 要成为君子 必须有三点警惕 年轻时 血气还未稳定 要戒替的是好色 壮年时 血气正旺盛 要戒替的是好斗 到了老年 血气已经衰落 要戒替的是贪求 孔子曰 君子有三位 为天命 为大人 为圣人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 而不为也 侠大人 五圣人之言 孔子说 要成为君子 必须敬畏以下三者 敬畏天父使命 敬畏政治领袖 敬畏圣人的言论 至于小人 不了解天父使命 而不敬畏 奉承讨好政治领袖 轻漫 轻漫 侮辱圣人的言论 孔子替 孔子曰 生而知之者上也 学而知之者次也 困而学之又其次也 困而不学 民思为下矣 孔子说 生来就明白人生正途的 是上等人 学习之后 明白人生正途的 是次等人 遇到困难 才去学习人生正途的 是更次一等人 遇到困难 还不肯学习的 就是最下等的人了 孔子曰 君子有九思 世思明 听思聪 色思温 茂思功 严思忠 世思静 疑思问 愤思难 见得思义 孔子说 要成为君子 有九种考虑 看的时候 考虑是否明白 听的时候 考虑是否清楚 脸上的表情 考虑是否温和 容貌与态度 考虑是否庄重 说话的时候 考虑是否真诚 做事的时候 考虑是否敬业 遇到有疑问 考虑向人请教 临到发怒时 考虑麻烦的后患 见到想要的东西 考虑该不该得 孔子曰 见善如不吉 见不善如探汤 无见其人已 无闻其余已 隐居已求其智 行义已达其道 无闻其余已 未见其人也 孔子说 见到善的行为 就好像追赶不上 见到不善的行为 就好像伸手碰到 滚烫的水 我见到过这样的人 我听到过这样的话 必是隐居来磨练他的智节 实践道义来贯彻他的理想 我听到过这样的话 但是不曾见到过这样的人 骑警公有马迁似 死之日明无德而唱烟 伯夷属其二于守阳之下 明道于今称之 成不已父 亦之以义 其私之未予 其警公有四千匹马 临死的时候 百姓找不出 他有什么德行 可以称数 伯夷与淑琪 在守阳山下饿死 百姓至今 仍然称数 他们的德行 财富实在没有用处 只看你是否有卓越的德行 就是这个意思吧 陈刚问于柏鱼曰 子亦有一文乎 对曰 未也 常读力 理去而过停 曰 学师乎 对曰 未也 不学师 无以言 理退而学师 他日 又独立 理去而过停 陈刚请教柏鱼说 您在老师那儿 听过不同的教诲吗 柏鱼回答 没有 他曾经一个人 站在堂上 我恭敬地 从庭前走过 他问 学了师吗 我回答 没有 他说 不学师 就没有说话的凭借 我就马上去学师 另一天 还有一个人 站在堂上 我恭敬地 从庭前走过 曰 学理乎 对曰 未也 不学理 无以理 理退而学理 思闻二者 陈刚退而喜曰 问一得三 闻师 闻理 又闻君子之 愿其子也 他问 学了理吗 我回答 没有 他说 不学理 就没有历生 处事的凭借 我就马上去学理 我听到的是 这两件事 陈刚回去以后 很高兴地说 我问一件事 却知道了三件事 知道要学师 知道要学理 又知道君子 对自己儿子 要保持适当的距离 帮君之妻 君称之曰 夫人 夫人自称曰 小童 帮人称之曰 君夫人 称之一帮曰 寡小君 一帮人称之 一曰 君夫人 对国君的妻子 国君称他为夫人 他自称为小童 本国人称他为君夫人 与外国人谈话时 便称他为寡小君 外国人称呼他时 也说君夫人 杨霍第十七 杨霍遇见孔子 孔子不见 归孔子屯 孔子拾其王也 而往拜之 遇诸徒 为孔子曰 来 于于而言 曰 怀其宝 而迷其邦 可谓人呼 杨霍希望孔子拜会他 孔子不去 他就送一只烧猪给孔子 孔子趁他不在家的时候 才去拜谢 不料两人在路上碰到了 他对孔子说 来 我要与你说话 他说 具备卓越才干 却让国家迅入困境 这可以称作行人吗 曰 不可 好从事而弃失时 可谓智乎 曰 不可 日月事已 遂不我语 孔子曰 诺 无将事已 我会说 不可以 喜欢从政做官 却屡次错过时机 这可以称作明智吗 我会说 不可以 光阴四件 时间是不会等人的 孔子说 好吧 我会去做官的 子曰 信相近也 习相远也 孔子说 以本性来看 人与人是相近的 以习染来看 人与人就有很大的差异了 子曰 为上智 与下瑜 不宜 孔子说 只有最明智 与最愚昧的人 是不会改变的 孔子之五成 闻贤歌之声 夫子玩耳而笑 曰 歌姬咽用牛刀 子游对曰 习者言也 闻诸夫子曰 君子学道则爱人 小人学道则一时也 子曰 二三子 眼之言是也 前言戏之耳 孔子到了五成 听到弹琴唱试的声音 孔子微微一笑说 杀鸡何必要用斩牛的刀 子游回答说 以前我听老师说过 做官的人学习人生道理 就会爱护众人 老百姓学习人生道理 就容易服从命令 孔子接着向学生们说 同学们 眼说的话是对的 刚才我是同他在开玩笑啊 公山扶扰 以必叛 照子欲网 子路不悦 曰 莫知也 以 何必公山市之之也 子曰 不照我者 而起屠栽 如有用我者 无其为东周乎 公山扶扰 占据庇彼翼 起兵反叛祭士 他照请孔子去帮忙 孔子想要前往 子路很不高兴 说 没有地方去就算了 为什么一定要去 公山市那里呢 孔子说 请我去的人 难道没有什么意图吗 如果有人任用我 我难道只想维持东周 这种衰弱的局势吗 子章问人于孔子 孔子曰 能行武者于天下为人已 请问之 曰 公 宽 信 敏 惠 公则不武 宽则得众 信则人认焉 敏则有功 惠则足以使人 子章向孔子请教如何行人 孔子说 做人处事能符合五点要求 就是行人了 子章说 请您教导这五点要求 孔子说 庄重 宽厚 诚实 勤快 诗慧 庄重就不会受到侮辱 宽厚就会得到拥护 诚实就会受到重用 勤快就会产生功效 诗慧就能够领导别人 碧细照 子欲网 子鹿曰 习者游也 闻诸夫子曰 轻于其身 为无善者 君子不入也 碧细以终谋判 子之王也 如之和 碧细照请孔子 孔子想要前往 子鹿说 以前我听老师说过 自己动手公然行恶的人那里 君子是不会前去的 现在必须占据中盟 骑兵反叛 您却想要前去 又该怎么说呢 子曰 然 有事言也 不曰 兼乎 磨而不令 不曰 白乎 孽而不知 无起刨瓜也哉 也能细而不识 孔子说 对 我说过这样的话 但是 我们不是也说 最坚硬的东西 是磨也磨不薄的 我们不是也说 最洁白的东西 是染也染不黑的 我难道像个刨瓜 怎么可以挂在那里 而不让人吃呢 孔子曰 有也 汝文六言六臂以乎 对曰 为也 孔子说 有啊 你听说过六种品德 与六种流臂的说法吗 子路回答说 没有 你坐下 我来告诉你 爱好行人 而不爱好学习 那种流臂 就是愚昧上道 爱好明智 而不爱好学习 那种流臂 就是游谈无根 爱好诚实 而不爱好学习 那种流臂 就是伤害自己 爱好直率 而不爱好学习 那种流臂 就是尖酸刻薄 爱好勇敢 而不爱好学习 那种流臂 就是胡作非为 爱好刚强 而不爱好学习 那种流臂 就是狂妄自大 子曰 小子 和墨学 诗可以心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 耳之士父 远之士君 多事与鸟兽草木之名 孔子说 同学们 为什么不学诗呢 学诗时 可以引发真诚心意 可以观察个人智洁 可以感通群众情感 可以疏解委屈怨恨 学了诗 以静的来说 懂得如何侍奉父母 以远的来说 懂得如何侍奉君主 此外 还会广泛认识 草木鸟兽的名称 此为伯鱼曰 乳为周南 少南以乎 人而不为周南少南 岂有正强面 而立也于 孔子对伯鱼说 你仔细读过 周南与少南了吗 一个人如果不曾 仔细读过 周南与少南 就会像面朝墙壁 站着的人 子曰 李云李云 玉伯云忽斋 月云月云 中古云忽斋 孔子说 我们说李亚李亚 难道只是在说 玉伯这些礼品吗 我们说月亚月亚 难道只是在说 中古这些乐器吗 子曰 色力而内忍 辟诸小人 其有穿鱼之道也鱼 孔子说 脸色严肃而内心阙弱的人 可以比你为小人 就像闯入门户里的小偷吧 子曰 相怨 德之贼也 孔子说 不分是非的好好先生 正是败坏道德风气的小人 子曰 道听而图说 德之气也 孔子说 听到传闻就到处散步 正是背离德行修养的做法 子曰 彼夫 可与弑君也余灾 其未德之也 患德之 既德之 患失之 苟患失之 无所不至已 孔子说 我们能与智节低漏的人 一起侍奉君主吗 这种人在没有得到职位时 害怕得不到 一旦得到了 又害怕失去 为了害怕失去职位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子曰 子曰 古者名有三级 今也获释之无也 古之狂也四 今之狂也荡 古之金也连 今之金也奋力 古之鱼也直 今之鱼也诈而已已 孔子说 古代百姓有三点为人诟病的 现在的百姓连这些都比不上了 古代狂妄的人不拘小节 现在狂妄的人放荡言行 古代矜持的人不屑造作 现在矜持的人愤世极俗 古代愚昧的人还算直率 现在愚昧的人却只只耍弄心机罢了 子曰 巧言吝啬 咸以人 孔子说 说话美妙动听 表情讨好热络 这种人是很少有真诚心意的 子曰 物子之夺诸也 物正生之乱雅悦也 物利孔之父邦家者 孔子说 我厌恶的是紫色得取了红色的地位 我厌恶的是郑国的乐曲 扰乱了典雅的乐曲 我厌恶的是以伶牙利齿颠覆国家的人 子曰 余玉无言 子贡曰 子如不言 则小子和树烟 子曰 天和炎灾 四时行烟 百物生烟 天和炎灾 孔子说 我想不再说话了 子贡说 老师如果不说话 那么我们学生要传述什么呢 孔子说 天说了什么啊 四季照样在运行 万物照样在生长 天说了什么啊 儒卑遇见孔子 孔子词已急 将命者出户 取色而歌 使之闻之 儒卑来了 要拜访孔子 孔子推说有病 拒绝见他 传命的人一走出房间 孔子就取出色 来边弹边唱 让儒卑可以听到 宅我问 三年之丧 岂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为礼 礼必坏 三年不为月 月必封 旧谷季末 心谷季生 钻碎改火 即可遗矣 宅我请教说 为父母守丧三年 时间未免太长了 君子三年不举行礼仪 礼仪一定会荒废 三年不演奏音乐 音乐一定会散乱 旧谷吃完 心谷也已收成 打火的岁目 轮用了一次 所以守丧一年 所以守丧一年就可以 子曰 食福道 亦福井 于辱安呼 曰安 辱安 则为之 福君子之居丧 食指不甘 文悦不乐 居储不安 骨不为也 今辱安 则为之 孔子说 守丧未满三年 就是白米饭 穿紧段衣 你心里安不安呢 宅我说 安 孔子说 你心安就去做吧 君子在守丧时 吃美食不变滋味 听音乐不敢快乐 住家里不觉舒适 所以不这么做 现在你既然心安 就去做吧 宅我说 子曰 鱼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 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福三年之丧 天下之通丧也 鱼也有三年之爱 与其父母哭 在我退出房间后 孔子说 鱼没有真诚的情感 一个孩子生下来 三年以后 才能离开父母的怀抱 为父母守丧三年 天下人都是这么做的 于曾经受到父母三年 怀抱的照顾吗 子曰 饱时终日 无所用心 难以摘 不有博异者乎 为之 有闲乎乙 孔子说 整天吃饱了饭 对什么事都不花心思 这样很难走上人生正途啊 不是有纸晒下棋的游戏吗 去玩玩 去玩玩也比这样无聊要好些 子路曰 君子上涌呼 子曰 君子意以为上 君子有勇而无意为乱 小人有勇而无意为道 子路说 君子推崇勇敢吗 孔子说 君子推崇的是道义 君子光有勇敢而没有道义就会作乱 小人光有勇敢而没有道义就会偷盗 子共曰 君子意有勇乎 子曰 有勇 勇称人之恶者 勇居下流而善上者 勇勇而无理者 勇国感而智者 曰 四眼亦有勇乎 勇脚以为智者 勇不逊以为勇者 勇结以为职者 子共说 君子也有厌恶的事吗 孔子说 有厌恶的事 厌恶述说别人缺点的人 厌恶在下位而悲谤长官的人 厌恶勇敢而无理的人 厌恶一意孤行却到处行不通的人 孔子说 四 你也有厌恶的事吗 子共说 厌恶卖弄聪明却自以为明智的人 厌恶狂妄无理却自以为勇敢的人 厌恶皆人隐私却自以为正直的人 子曰 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敬之则不逊 怨之则怨 孔子说 只有女子与小人是难以共处的 与她们亲近 她们就无理 对她们疏远 她们就抱怨 子曰 年四十而见雾烟 其中也已 孔子说 到了四十岁还被人厌恶 大概没有什么发展了 为子 第十八 为子去之 鸡子为之奴 彼甘见而死 孔子曰 应有三人焉 为子离开了昼王 妻子沦为他的奴隶 彼甘劝见他而被杀 孔子说 商朝末年有这三位行人的人 柳下会为士师 三处 人曰 子未可以去乎 曰 直到而是人 焉往而不三处 网道而是人 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会担任典狱官时 多次被免职 有人对他说 你这样还不愿意离开鲁国吗 他说 坚持原则 为人工作 则哪里去 而不会多次被免职 放弃原则 为人工作 又为什么一定要离开自己的国家呢 齐景公带孔子 曰 若济世 则无不能 以济梦之间代之 曰 无劳矣 不能用也 孔子行 齐景公谈到对待孔子的礼数时 说 像鲁军对待济世那样 我办不到 我已低于济世 而高于梦世的礼数来对待他 不久 又说 我已经老了 没有办法任用他了 孔子于世离开了齐国 齐人归女月 济环子受之 三日不朝 孔子行 齐国送了一对 能歌善舞的女子给鲁国 执政的济环子接受了 三天不问正事 孔子于世离职走了 楚狂皆于 歌而过孔子曰 凤兮凤兮 何得知衰 王者不可见 来者有可追 一尔一尔 今知从政者戴尔 楚国一位狂妄不羁的人 接鱼 唱着歌经过孔子的马车旁 唱的是 凤凰啊凤凰啊 你的风格怎么变得如此落魄 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 未来的还来得及把握 算了吧 算了吧 现在从事政治的人都很危险啊 孔子下 欲语之言 屈而避之 不得语之言 孔子下车 想要同他说话 他就赶快避开 是孔子没有办法同他说话 常居 结逆 偶而更 孔子过之 使子路问今焉 常居曰 扶直语者为谁 子路曰 为孔秋 曰 是如孔秋鱼 曰 是也 曰 是知今已 常居 常居与杰逆 一起在耕田 孔子经过那儿 吩咐子路向他们询问 渡口的位置 常居反问子路 那位手拉江神的人是谁 子路说 是孔秋 常居说 是鲁国的孔秋吗 子路说 是的 常居说 他早就知道渡口在哪里了 为于杰逆 杰逆曰 死为谁 曰 为众有 曰 是如孔秋之徒于 对曰 然 曰 滔滔着天下皆事也 而谁亦亦之 且而与其从必人之事也 其若从必事之事灾 忧而不错 子路又去问杰逆 杰逆反问他 您是谁 子路说 我是众有 杰逆说 是鲁国孔秋的门徒吗 子路说 是的 杰逆说 像大水泛滥的情况 到处都是一样 你要同谁去改变呢 你与其跟随逃避坏人的人 何不跟着逃避社会的人呢 他说完话 继续不停地复平填土 子路行已告 夫子五然约 鸟兽不可与同群 无非私人之徒与 而谁与 天下有道 秋不与异也 子路回来报告孔子这一切 孔子神情怅然地说 我们没有办法与非情走兽一起生活 如果不同人群相处 又要同谁相处呢 天下政治若是上轨道 我就不会带你们去从事改革了 子路从而后 与丈人 以丈贺调 子路问曰 子见夫子乎 丈人曰 四体不情 五谷不分 孰为夫子 直起丈而云 子路拱而立 子路跟随着孔子 却远远落在后面 他遇到一位老人家 用木棍挑着除草的工具 子路请教他 您看到我的老师吗 老人家说 你这个人四肢不劳动 五谷也分不清 我怎么知道你的老师是谁 说完就放下木棍去除草 子路拱着手站在一边 直子路速 杀鸡为鼠而拾之 见其二子焉 明日子路行已告 子曰迎者也 使子路反见之 至则行已 稍后他留子路到家里过夜 杀鸡煮饭给子路吃 又叫两个儿子出来相见 第二天 子路赶上了孔子 报告这一切经过 孔子说 这是一个影视 接着吩咐子路回去看看他 子路到了那里 老人家却出门了 子路约 不适无义 长幼之节不可废也 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 欲节其身而乱大轮 君子之事也 行其义也 道之不行 以知之义 子路说 不从政是不应该的 长幼间的礼节都不能废弃 君臣间的道义又怎么能废弃呢 原本想要洁身自爱 结果却败坏了更大的伦常关系 君子出来从政 是做道义上该做的事 至于政治理想无法实现 则是我们早已知道的 义民 博宜 熟旗 愚众 愚义 诸张 柳夏慧 少连 子约 不降旗帜 不入旗身 博宜 熟旗 愚 不得知的人才有 博宜 熟旗 愚众 愚义 诸张 柳夏慧 少连 孔子说 智洁不受屈辱 人格不受侮辱的 是博宜 语熟旗吧 为柳夏慧 少连 降旨 入身 乙 严重轮 行重率 其私而移乙 为 愚重 移义 隐居放言 身重轻 费重权 我则异于事 无可 无不可 又说 柳夏慧 与少连 智洁受委屈 人格受侮辱 可是言语 合乎规矩 行为经过考虑 就是如此吧 又说 愚重 与疑 隐居起来 放言高论 人格表现连结 废废 也合乎权宜 我是与这些人 都不同的 没有一定要怎么做 也没有一定不要怎么做 太师智 是齐 亚饭干 是储 三饭聊 是菜 四饭缺 是情 古方熟 入于河 破桃舞 入于汉 少师阳 及庆乡 入于海 太师智 前往齐国 亚饭干 前往楚国 三饭聊 前往菜国 四饭缺 前往秦国 达谷的方熟 移居黄河边 瑶小谷的武 移居汉水边 少师阳 与吉庆的乡 移居海边 周公为鲁公约 君子不失其亲 不使大臣怨呼不已 故旧无大顾 择不弃也 无求备于义人 周公对鲁公说 君子不会疏远慢待 他的亲族 不会让大臣 抱怨没有受到重视 长期追随的属下 没有严重过失 就不要开除他们 不要对一个人 要求实权实美 周有八事 伯达 伯阔 众徒 众乎 赎业 赎下 祭随 祭瓜 周朝有八位著名的读书人 伯达 伯阔 众徒 众乎 赎业 赎下 祭随 祭瓜 紫章 第十九 紫章曰 事件为致命 见得思义 既思尽 丧思哀 岂可一意 紫章说 读书人看见危险 不惜牺牲生命 看见利益 要想该不该得 祭祀时 要想到虔诚 居丧时 要想到悲戏 这样就算不错了 紫章曰 值得不红 信道不笃 焉能为有 焉能为无 紫章说 对德行的实践不够坚强 对理想的信念不够深刻 这样的人 不是有他不为多 无他不为少吗 紫下之门人 问焦于紫章 紫章曰 紫下云和 对曰 紫下曰 可者与之 其不可者拒之 紫下的学生 向紫章请教 焦友之道 紫章说 紫下说了些什么 这位学生回答 紫下说 值得交往的 才与他交往 不值得交往的 就拒绝他 紫章曰 亦乎无所闻 君子遵贤而荣重 家善而经不能 我之大贤鱼 于人何所不容 我之不贤鱼 人将拒我 如之何其拒人也 紫章说 我听到的与此不同 君子尊敬才德卓越的人 也接纳一般大众 赞扬行善的人 也同情未能行善的人 我若是才德卓越 对什么人不能接纳 我若是才德不卓越 别人将会拒绝我 我又凭什么去拒绝别人 紫下曰 虽少道 必有可观者焉 至远恐逆 是以君子不为也 紫下说 就是一般的记忆 也必定有他值得欣赏的地方 不过 长期专注于此 恐怕会陷于执着的困境 所以君子不去碰他 紫下曰 日知其所无 月无望其所能 可谓好学也 以以 紫下说 每天知道自己所未知的 每月不要忘记自己已知的 这样可以说是爱好学习了 紫下曰 我学而赌制 切问而尽私 人在其中已 紫下说 广泛学习 同时要坚定智节 恳切发问 同时要就近省思 人生正途就可以找到了 紫下曰 百公居四 以成其事 君子学以智其道 紫下说 各类工匠 要长期留在市场观摩比较 才能善尽他们的职责 君子则要靠努力学习 才能领悟他们的理想 紫下曰 小人之过也 必问 紫下说 小人有了过错 一定嫁以掩饰 紫下曰 君子有三变 望之掩然 急之也温 听其言也利 紫下说 君子给人三种不同的观感 远远看他 庄重严肃 就近接触 和蔼可亲 听他说话 一丝不苟 紫下曰 君子信 而后劳其名 未信 则以为利己也 信而后见 未信 则以为傍己也 紫下说 君子获得百姓信赖之后 才去动员他们工作 否则 否则 百姓会以为自己受到虐待 获得君上信赖之后 才去觐见他 否则 君上会以为自己受到毁谤 紫下约 紫下约 大德不于贤 小德出入可也 紫下说 在关键重大的行事作风上 不能逾越规范 在无足轻重的行事作风上 不妨有些取舍 紫游曰 紫下之门人 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 则可以 一末也 本知则无 如知何 紫游说 紫下的学生们 那些年轻人对洒水 扫地 接待宾客 进退礼仪方面的事 还可以胜任 不过这些只是末节而已 做人的道理却没有学会 怎么可以呢 紫下文之曰 一言由过矣 君子知道 赎先传焉 赎后眷焉 辟诸草木 屈以别矣 君子知道 焉可乌也 有时有足者 其为圣人乎 紫下听到了这段话说 哎 紫游错了 君子所应学习的道理 哪一样要先传授 哪一样要最后讲述呢 如果以认识草木 作为比喻 就是要区分为各种各类 对于君子应学习的道理 怎么可以任意忘加批判呢 在教导时 能够有始有终 全面兼顾的 大概就是圣人啊 紫下曰 适而优则学 学而优则事 紫下说 从政之后 行有余力 就该学习 学习之后 身有心得 就该从政 紫游曰 丧至乎哀而止 紫游说 居丧时 充分表现悲戚 就可以了 紫游曰 无有张也 为难能也 然而为人 紫游说 我的朋友子张 所作所为 已经难能可贵了 不过还没达到 完美的境地 曾子曰 堂堂呼张也 难与并为人矣 曾子说 子张言行 显得高不可攀 很难与他一起 走上人生正途 曾子曰 无闻诸夫子 人未有自治者也 必也清丧乎 曾子说 我听老师说过 一般人没有自己 充分显露真情的机会 如果有 那一定是在 父母过世的时候吧 曾子曰 无闻诸夫子 梦庄子之笑也 其他可能也 其不改父之臣 与父之正 是难能也 曾子说 我听老师说过 关于梦庄子的笑心 别的都还有办法做到 但是他不去更换 父亲任用的加成 与父亲所定的政策 那才是难以做到的 梦氏 使杨夫 为世诗 问于曾子 曾子曰 上师其道 明散久矣 如得其情 则哀经 而勿喜 梦氏任命杨夫 为典狱官 杨夫向曾子请教 曾子说 现在政治领袖的言行 失去规范 百姓离心离德 已经很久了 你如果查出犯罪的实情 要有难过 及怜悯之心 不可沾沾自喜 子贡曰 咒之不善 不如是之 甚也 是以君子 物居下流 天下之恶 皆归焉 子贡说 伤咒的恶行 不像现在传说的 这么严重 所以君子讨厌 处在下游的地方 以免天下一切坏事 都算在他身上 子贡曰 君子之过也 如日月之时焉 过也 人皆见之 更也 人皆养之 子贡说 君子所犯的过错 就像日时 与月时 犯错的时候 大家都看得到 更改了以后 大家依然仰望他 魏公孙朝 问于子贡曰 众尼 焉学 子贡曰 文武之道 未坠于地 在人 贤者 是其大者 不贤者 是其小者 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学 而亦和常诗之有 魏国的公孙朝 请教子贡说 孔仲尼在何处学习过 子贡说 周文王与武王的教化成就 并没有完全失传 而是散落在人间 财得卓越的人 把握住重要的部分 财得平凡的人 把握住末节的部分 没有地方看不到文王与武王的教化成就啊 我的老师在何处不曾学习过 他又何必要有固定的老师呢 孙孙五熟 欲大夫于朝曰 子贡贤于众宁 子福景伯已告子贡 孙孙五熟在朝廷上对大夫们说 子贡的才德比孔仲宁更卓越 子福景伯把这话告诉子贡 子贡曰 辟之功强 赐之强也极奸 窥见世家之好 夫子之强庶任 不得其门而入 不见宗庙之美 百官之父 得其门者或寡矣 夫子之云不亦疑乎 子贡说 以房屋的围墙做比喻吧 我家的围墙只有肩膀那么高 别人可以看见屋内摆设的美好状况 老师家的围墙却有几丈高 如果找不到大门进去 就看不到里面宗庙的宏伟壮观 与连绵房舍的多彩多姿 能够找到大门的人或许很少吧 孰孙先生这种说法 不也是很恰当的吗 孰孙五熟毁众尼 子贡曰 无以为也 众尼不可毁也 他人之贤者 抽灵也 有可余也 众尼日月也 无得而余焉 人虽欲自觉 其和尚于日月乎 多见其不知量也 孰孙五熟毁谤孔子 子贡说 不要这么做 众尼是没有办法毁谤的 别人的才德表现 像是山丘一般 还可以超越 众尼则像是太阳与月亮 没有可能去超越的 一个人即使想要断绝 他与太阳月亮的关系 对于太阳月亮 又有什么损害呢 只是显示了 他不知自己的分量而已 陈子晴为子贡曰 子为公也 众尼起贤于子乎 陈子晴对子贡说 您太谦让了吧 众尼的才德 难道比得上您吗 子贡曰 君子一言以为智 一言以为不智 言不可不胜也 福子之不可及也 由天之不可接而生也 子贡说 君子有一句话表现他的明智 也有一句话表现他的不明智 所以说话不能不谨慎 老师让我们赶不上 就像天空是没有办法靠阶梯爬上去一样 老师如果能在诸侯之国或大夫之家负责执政 就会做到我们所说的 他要使百姓立足于社会 百姓就会立足于社会 他要引导百姓前进 百姓就会向前走去 他要安顿各方百姓 百姓就会前来投靠 他要动员百姓工作 百姓就会同心协力 当他活在世间时 人们以他为荣 当他不幸辞世时 人们为他悲戚 这怎么是我们赶得上的呢 姚曰第二时 姚曰 姿耳顺 天之利数在耳宫 陨池绝中 四海困虫 天路涌中 顺亦以命语 姚让位给顺时说 听着啊你这位顺 天的任命已经落在你身上了 你要忠实地把握正义原则 如果天下百姓 都陷于困苦贫穷 天的路位也将永远终止 顺后来也以这番话告诫于 曰 于小子吕 敢用玄母 敢昭告于黄黄后地 有罪不敢设 地尘不必 减在地心 正宫有罪 无以万方 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商汤说 在下旅 在此景线上 黑色母牛做牺牲 并且向光明伟大的 上帝报告 有罪的人 我不敢擅自去赦免 您的臣仆所作所为 我也不敢隐瞒 这些都清楚陈列在您心中 我本人如果有罪 请不要责怪天下各地的人 天下各地的人如果有罪 都有我一人来承担 周有大赖 善人是父 虽有周亲 不如人人 百姓有过 再于一人 周朝大风诸侯 使善人都得到财富 五王说 我虽然有许多至亲的亲人 但是比不上许多行人的部署 百姓如果犯了过错 由我一人来承担 谨全粮 审法度 修费官 四方之政行焉 新灭国 既爵士 举一名 天下之名 归新焉 检验及审定生活所需的度量衡 整顿被废除的官职及工作 全国的政令就可以通行了 恢复被灭亡的国家 严寂已断绝的世系 提拔不得志的人才 天下的百姓就心悦成福了 所重 明 食 桑 祭 宽 则得众 信 则明 认焉 敏 则有功 功 则悦 所重视的有百姓 粮食 桑礼 祭祀 宽厚 就会获得众人的爱戴 信 时 就会得到百姓的依赖 勤快工作 就会取得重大成果 行事 公平 就会使得人人满意 子章问于孔子曰 何如思可以从正义 子曰 尊无美 禀四恶 思可以从正义 子章请教孔子说 要怎么做才可以把正物治理好 孔子说 推崇无种美德 排除四种恶行 这样就可以把正物治理好了 子章曰 何为无美 子曰 君子惠而不费 劳而不怨 欲而不贪 太而不骄 威而不猛 子章说 什么是无种美德 孔子说 君子要做到的事 失惠于民 自己却不耗费 劳动百姓 却不招来怨恨 表现欲望 但是并不贪求 神情舒态 但是并不骄傲 态度威严 但是并不凶猛 子章曰 何为会而不费 子章说 失惠于民 自己却不耗费 这是什么意思呢 子曰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私不亦会而不费乎 则可劳而劳之 又谁怨 欲人而得人 又烟贪 孔子说 顺着百姓 所想要的利益 使他们得到满足 这不是失惠于民 自己却不耗费吗 选择适合劳动的情况 去劳动百姓 又有谁会怨恨 自己想要的是行人 结果得到了行人的机会 还要贪求什么呢 君子无重寡 无小大 无感慢 私不亦态而不交乎 君子正其衣冠 遵其詹事 俨然人望而畏之 私不亦威而不猛乎 不论人数多少 以及势力大小 君子对他们都不敢怠慢 这不也是神情舒态 却不骄傲吗 君子服装整齐 表情庄重 严肃的使人一看 就有些畏惧 这不也是态度威严 却不凶猛吗 子张约 何谓四恶 子曰 不叫而杀 为之虐 不借事成 为之报 慢令至奇 为之贼 由之与人也 出纳之令 为之有思 子张说 什么是四种恶行 孔子说 不先教导规范 百姓犯错就杀 这叫做酷虐 不先提出警告 就要看到成效 这叫做残暴 延后下令时间 届时却要求严格 这叫做害人 同样是要给人的 出手却另袭 这叫做刁难别人 子曰 不知命 无以为君子也 不知理 无以利也 不知言 无以知人也 孔子说 不了解命的道理 没有办法成为君子 不了解理的规范 没有办法在社会上立足 不了解言辞的使用 没有办法了解别人 感谢观看